第千龄五十一集 过去未来昼光经 得此道果才能在未来占据一席之地 长生帝的目光落在人参果树剩下的二十枚道果上 心中一片火热 否则仙界后面的那个庞然大物来袭 天君也活不下来 拥有道果还有一线生机 就在这个短短片刻 徐映躲过火不天尊李思雪的脚上 捏了一把思雪天尊的臀部 思雪天尊惊叫 徐映心中暗脑 难怪老六让我伸出左手向下抓 我以为他是在破火不天尊的招法 没想到他是让我捏人家屁股 先帝之尊果然有些奇特的癖好 思雪天尊翘脸飞红 恶狠狠地瞪了徐映一眼 心想着 死鬼死心不改 当年便是这么偷偷捏我 罢了 念在旧情 放他一马 他没有纠缠 向人参果树冲去 人参倒果 比徐映这个旧情人更重要 蓝素英也松了口气 心中默默说 好在上儿子 还有旧情人练旧 未曾斩去心魔 转眼间 徐映又避开水部天尊 谢青山的暗算 谢青山连续攻出十多招 没有触碰到徐映分毫 不由的大惊失色 众人各自惊异一声 突然东网眼睛一亮 向徐映攻去 这么说来 有一位了不起的神算 在帮助徐天尊 他见烈欣喜 见徐映能够从容避开 所有人的神通 便知遇到了一位 一等一的神算 只怕不比自己弱 所以动了较量之意 徐映勃然大怒 东网殿下 咱们是盟友你忘记了 我此来 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 你反倒向我下手 还是不是人 东网向他攻去 你来助我一臂之力 我分身却死在此地 你却摘得倒果 是何道理 徐映在蓝素英的指点下 连连避开他的攻势 同时躲开其他天军的攻击 压低嗓音 我助过你的分身一臂之力 然而你不中用就死了 我能奈何 太岁部的宁天尊 也在向徐映攻去 又有东网这等神算强者 即便是蓝素英 也颇为吃力 宁中天尊是宁清之父 实力也是极强 刚才被清风明月所伤 又被道窟影响 但是实力依旧惊人 她的御语堂大法虽有破绽 但徐映根本来不及 抓住她的破绽 机会总是一晃而过 她与天军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你放心 我只是要看看 这位道友的神算实力如何 不是真的要杀你 我收着力 招式落在你身上 不会将你打死 话虽如此 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挨上她一招 遭到重创 只怕宁天尊的招式 徐映便挡不住 多半要被乱招轰杀 东王连攻数十招 都被徐映封住 有时候连神通都未曾来得及施展 便被徐映打断 心中惊疑不定 难道不是天下第一神算 她随即醒悟过来 毛骨悚然 指点许映避开那么多天军攻势的那个神算 肯定是我爹 她心中又惊又怒 又有些恐惧 立刻收手 不再试探许映 心想着 父亲 你隐藏得好深啊 儿臣以为自己是第一神算 没想到你的造诣 还在儿臣之上 但你的胳膊肘向外快 竟然帮助许映夺取人参道果 她不知自己的分身已经有过类似的猜测 因此又猜了一遍 只是她断断没想到 躲在营州洞渊 直点许映的并非先帝至尊的分身 而是一直被先帝至尊软禁在宫中的异女 蓝素英 先帝至尊收蓝素英为异女一事 她也知晓 对这个异媚她从未放在心上 蓝素英与她见过几次面 还向她请教过神算 东王也只是粗略地教她一些浅显的神算功法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蓝素英便是凭借这些浅显的神算功法 逆推出至尊神算 再与她原先便掌握的神算融合 修成过去未来身 掌握了惊人的算力 要知道 蓝素英原本的算力便不弱 当年许映尚且年幼时 只八九岁年纪 刚刚从许静的课堂上下课 飞奔出去 撞到一个少年 孩童许映回头 却没有看到人 然而蓝素英却看到 在遥远的四万八千年后 自己的儿子来到望乡台 与她隔着时空相遇 那时 她的算力便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对未来有着朦朦胧胧的遇见 虽不值缘由 但拥有这等本事已经是天下一绝 她融合至尊神算后 自创过去未来昼光经 不知不觉间便超越了东王 但这些年始终藏而不漏 等待时机 许映趁着东王失神的刹那 向宁天尊抢弓数招 低一声说道 你儿子宁卿在我手上 宁中天尊从耳不闻痛下杀手 许映立刻改口 天道不全 你的玉堂大法有破绽 放出去 我教你真正的三千天道 宁中天尊收招 放任许映离去 周围天尊目光闪动 转身向人参果树走去 东王还带向许映出手 突然许映仿佛早已料到她的攻势 一直点来 郑重她的掌心 将她即将发出的神通破去 东王心中一惊 果然是我父在指点堂 她心中大恨 转头向人参果树而去 许映输了口气 避开天尊援军 冲向道场边缘 蓝素英紧张万分提醒道 冲出道场的一瞬 便是长生地感应到山水障天尺之时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神婆 孤叶仙子等人也紧张万分 抬头望向那顶滑盖 华盖中的世界还是被人参果树的道场蒙蔽 菊英避开身后袭来的道光 一步跨出 半只脚已经踏出道场 他的身形向上飞起 冲出道场的同时 咻的一声钻入华盖之中 营州洞渊微微动荡一下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人参果树下 长生地猛然转头 目光锐利 狠狠扫来 小贼大胆 连我的至尊法宝都敢动 容不得你 第千灵五十二级 至尊手段 徐映钻入华盖的一瞬间 但见身后的天空成片成片湮灭 毁灭的波动铺天盖地涌来 向他席卷而去 华盖内藏一个世界 是紫威后主生前用来逃命的手段 跳入华盖 便可通过华盖中的世界直达他界避开敌人 徐映也是趁着自己脱离道场的一瞬间 立刻跳入华盖 远远顿走 按理来说 如此短的一瞬 他根本不会暴露 但是长生地的修为实在恐怖 身在人身道果的道场之中 还是能敏锐的捕捉到 藏在徐映大罗道场中的那一丝微弱的波动 徐映将山水障天尺遮剑至宝 藏在如意大罗天中 隔绝一切感应 但相隔两个道场 还是未能瞒过长生地 大罗金仙 未免太强了 下一刻 徐映从华盖的世界中飞除 跌落到一座青铜仙殿之中 两个华盖通往的世界不是同一个世界 教徒三窟 后主真是教徒三窟 不过 很快 此为后主的三窟便被毁掉两窟 徐映不假思索 留下华盖的同时 记起第三天官 天官开启 他冲入门户之中 随即门户关闭 天官消失 华盖扭曲 炸开 四分五裂 随即那座古老无比的青铜仙殿 也在强横无边的威能中炸开 仙殿蕴藏的一切仙道 皆被抹出 青铜化作铜江 滚滚流淌 徐映从青铜仙殿逃出之后 出现的地方 正是祖庭的天空 他立刻撒腿狂奔 向紫围祖庭的方向逃顿 祖庭天空中一连串雷音炸开 只留下一道道白色的气韵 鸟鸟散开 但是却看不到任何人影 徐映一路奔行 蓝素英也在运算徐映 这一路是否安全 他不敢算长生地 只能算徐映 倘若徐映安全 那么长生地便无法得手 因此不必推算长生地 也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他一路平安 蓝素英松了一口气 长生而起 神婆健壮连忙说道 蓝素英 你要走 我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大半 当然要走 你的过去未来精妙绝伦 我虽是神算也有所不及 不知能否交流一下 好啊 我们神算可算天下事 不能算得不多 但神算不同流派之间缺少交流 固步自封 倘若能够经常交流 必能再进一步 只是我是龙中雀 偶得闲暇深 现在必须回去了 蓝素英飞速写下一些东西 这个你交给许天尊 神婆将那张纸条收起 微微一正 你这样强大的神算 都会变成龙中曲 你我的境遇 竟如此相似 他不禁生出惺惺相惜之情 蓝素英不敢久留 立刻飞出营州洞渊 破空而去 如今祖庭上空遍布裂痕 仙界近在眼前 通过裂痕便可以进出仙界 蓝素英通过一道裂痕 正欲返回仙庭 突然身子僵硬 看到一个高大老者迎面走来 他放松下来攻身拜道 儿臣拜见至尊陛下 那老者便是先帝至尊 几步间来到他身边 悠悠说道 长生帝不懂事 苏英 你随我去见一见他 蓝素英先前算计 帝君天尊等 一种天君 孝傲天下 甚至连东王 也是他的手下败将 但面对这个老者 却不敢有任何异想 乖巧称实 妇女二人架着祥云 来到燕楚元康世界 蓝素英重返武装冠 心中坠坠 这时先帝至尊 若有意无意道 索英 你这次下界 见过婴儿了吧 蓝素英心中意紧 见过了 但不敢与他相认 先帝至尊感慨 你们母子四万八千年 没有见过面 如今又是危险重重 仙界看似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 你不敢与他相认 也是对的 树欲静风不止 总有些人 对我们先帝家 忽视眈眈 许英是你儿子 也是我的孙儿 我看到他还算平安 就心满意足了 婴儿吃了四万多年的苦 为父虽然知道 但是却一直没有出手搭救 你不会怪为父吧 婴儿少年无知 对外公的提拔和教诲 没有感激 竟然反出先庭 实在罪大恶极 罪该万死 儿臣听闻 他犯下的罪孽 忧心忡忡 对逆子痛心无比 但好在 父亲宽宏大量 他没有因此而死 我母子唯有感激 父亲的恩德 怎么会有怨言呢 还是你懂事 你虽是我义女 我却把你当亲女儿看待 奉你为贤公主 婴儿便是我贤孙 虎毒不食子 更何况是孙儿 我只盼 你们母子能体悟出 我的一番良苦用心啊 蓝素英称是 先帝之尊带着他 登上三十三重天 来到玉京城 颇为欣慰 因而这一世修行 比从前出息多了 竟然修成十动天 此乃古之未有之成就啊 我这个做外公的 也是欢喜得很 他若是能练十座动天 为一体 成就之大 不可限量啊 他欲言又止 没有继续说下去 蓝素英心中有些不安 想要推算他的真实目的 却又不敢 他知道 只要自己推算先帝至尊 便会立刻被他 察觉到自己的一切想法 他此次下届 主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便是来见许应 第二个目的便是夺取人身道果 第三个目的是为了告诉许应太医洞渊的奥秘 现在他突然觉得这件事透露着古怪 能够知道太医洞渊的秘密 是因为许静来到仙庭后 先帝至尊对他的软禁便放松了很多 他得以在宫中随处走动 他进入先帝家的藏经典翻阅典籍 发现一卷先帝至尊批阅过的书籍 上面记载的是关于石洞天和太医洞渊的关系 而太医洞渊是古老时代的浩天帝的洞渊 极为庞大 古老神秘 蕴藏着无尽的力量 书中说 太医洞渊随着浩天帝的死而消失不知所踪 如今不在先帝的掌握 先帝至尊在书中批阅 得知可证至尊敬 这句话 看得蓝素英心头砰砰乱跳 因为他听许静说过 许应在修炼石洞天 而且昆仑在覆灭之前也存在石洞天 当年许应经常在昆仑石洞天下玩耍 算是得天独厚 他爱子心切 便打算见到许应后 告诉许应这个秘密 但许应也因此 把他当成先帝至尊的化身 对他百般试探 百般防备 蓝素英临走前留下的纸条 上面写的便是太医洞渊的奥妙 和书中的召唤之法 他留下这张纸条 本是为了许应好 但此刻却突然冷汗直流 万一 万一 我看到的那本书 是至尊故意让我看到的呢 第1053集 至尊手段 至尊神算深不可测 他在先庭这么多年 始终不知至尊的深浅 现在他的算力 已经达到超越东王的地步 但面对至尊还是觉得深不可测 他现在愈发怀疑 那本书是至尊故意让他看见 又是至尊故意让他下界 为的就是让许应知道 太医洞渊的奥妙和召唤之法 盈儿 你千万不可修炼召唤太医洞渊 长生第一一击不重 失去了许应的踪迹 不由怒哼一声 他如今在收取人参果树 无暇前去追击许应 他对人参果树的重视 还在山水仗天尺之上 山水仗天尺不过是至尊法宝 但是人参果树 却是地仙界的天地灵根 气韵所在 谁掌握此树 谁便掌握地仙界 谁便是至尊 不过 当他试图闯到树下 将这株神树炼化时 却遭遇了人参果树的反抗 这株神树宛如一尊顶天立地的至尊 枝条飞舞 道果迸发光芒 团团炸开 总是能将他逼得不得不退 长生帝尝试数次 始终无法攻入人参果树旁边 反而屡屡被逼腿 无法炼化此树 他一时不察 竟被树枝抽了一记 火辣辣生疼 倘若有山水 仗天齿在 还可以镇压此树为例 说不定 有炼化他的机会 长生帝想到这里 突然飞升而起 来到果树进前 抬手抓住一枚人参稻果 其他枝条纷纷打来 道光迸发 长生帝屈指连弹 将那些枝条击腿 摘下来这枚稻果 他伸手再去摘其他稻果 连续摘下三枚 但见那稻树轰隆隆震动 越来越多的枝条和根莖飞舞 境遇与他拼命 长生帝不敢怠慢 带着三枚稻果 飞升而退 很快冲出道场 我先夺回山水仗天齿 再来夺取此树 帝君 天尊等人原本环绕在外 见他收取果树不敢进前 此刻长生帝知难而退 他们这才上前 一个个飞升而起 尝试摘下稻果 人参果树上 只剩下十七枚稻果 数量不多 他们此次真身前来的天君 便多达十六人 其中有朝廷俸禄的 只有帝君 援君 天尊 东王 与其他四大天尊八人 众人各使手段 却都被人参果树打了下来 哪怕是帝君 天尊 面对这株护果的果树 也只能勉强全身而退 拧天尊咬牙 这道果怎么就这么难得 拧天尊催动太岁血肉 护住周身 准备再试一次 帝君目光闪动 突然看向清风道童的尸体 这时天尊和东王的目光 也落在清风的尸体上 他们想起清风道童 击落人参道果的情形 显然摘取道果 需要独特的仙气才能办到 不过仙气需要独特的守法心法 他们就算寻到这件仙气 只怕也无法摘下人参道果 难道说他们费尽心力 甚至死了一尊尊化身分身道身 死了这么多先王先君 只是空来一趟 参观人参果树而已吗 这时 一个厚重的声音远远传来 帝君天尊等人寻声看去 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 牵着长生帝的手 连妹走来 长袖飘飘 仙气十足 那老者踏入人参果树的道场 帝君天尊 东王援君等人心中凛然 纷纷攻身下拜 异口同声 臣供应至尊 起来吧 先帝至尊呵呵一笑 与长生帝连妹来到人参果树下 仰头打亮这株果树 长生道友 你只为自己摘下三枚道果 为何不给他们纷润纷润 此非长辈所为啊 他松开长生帝的手 竟自走上前去 抬手摘下一枚道果 那人参果树似乎极为恼怒 一条条根须枝条 飞舞向他扫去 这些供鸡来到先帝至尊身边 便仿佛遭遇无形的阻力 根根枝条 无法进他肉身 被钉在空中 禁不得 退不得 长生帝见此情形 由衷赞道 道兄的本事越发深不可测了 先帝至尊笑了 袁道海 你进前来 天尊连忙攻身上前 先帝至尊将手中那枚道果放在他的手中 你劳苦功高 保先帝平安 这道果 朕便赐予你 你服下道果后 要为先廷尽忠 天尊攻身拜下 臣定当 肝脑徒弟 在所不辞 先帝至尊抬手 从人参果树的万千枝条中穿过 又摘下一枚人参道果 周五 你进前来 帝君连忙上前 先帝至尊将道果放在他手中 周爱卿有功于江山社稷 可惜资历尚浅 因此朕让你统领天下帝君 这也是重任 你服下道果后 朕还有用你之处 臣定当为先廷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报效天恩 先帝至尊再度抬手 又摘下一枚道果 换来援君 林爱卿 统领天下女仙 与其他援君有爱相近 天下太平 又林爱卿一半功劳 援君接过道果 攻身拜谢帝恩 先帝至尊将那一枚又一枚道果摘下 赐予财天尊 宁天尊 思雪天尊和青山天尊 四位天尊 感激涕灵 纷纷败谢帝恩 只是 先帝至尊赐下这些道果 唯独没有赐给东王 东王抿了抿嘴唇 看向蓝素英 没有说话 父亲与他的化身一样 果然都是胳膊肘往外拐 长生帝走来赠予他一枚道果 殿下 我这里多出一枚 东王接下这枚道果 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先帝至尊瞥他一眼 还不多谢叔父 多谢长生叔父 至于其他几位散人中的天君 当年争斗失败 这才沦落为散人 先帝至尊并未赐予他们道果 你们不是朕的臣子 这道果还要量力而为 你们若是能摘下道果 那就请便 那几位天君对视一眼 纷纷退去 先帝至尊向长生弟笑道 道友 这人参果树 乃无主之物 由德者居之 道友是先来 请收取此物 长生弟少年白发 但实则已经不知多少万岁 岂能不闻贤而知雅意 道兄 小弟才输学贤 道德不足 能收此数的 唯有陛下而已 长生弟躬身 先帝至尊笑道 既然如此 那么我便勉为其难了 第千灵五十四集 算盘成经 长生弟帝君等人各自后退 目不转睛 看向先帝至尊 尤其是长生弟 虽然不动声色 但心中还是有些难堪 他先前当着众人的面 尝试收取人参果树 以失败而告终 不得不摘下三枚道果 打算寻回山水仗天池后 再来夺取此树 先帝至尊在途中偶遇他 牵着他的手 迫使他不得不与自己一同前来 先帝至尊身材魁梧高大 牵着他的手 便如牵着一个孩童 明显用意不良 他原本收下三枚人参道果 打算送给援军一枚 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送 先帝至尊便已经送给援军一枚 先帝至尊又故意不给东王人参道果 便是在敲打他 让他不得不将自己的道果 赠给东王一枚 如此一来 他不仅丢了一枚道果 还没有拉拢到任何人 现在 先帝至尊又要当着众人的面 收取人参果树 其人的用心可想而知 无非是当众宣布 先帝至尊还是在他长生弟之上 先帝至尊还是所有人的共主 只是 先帝至尊做事滴水不漏 让他暗中吃亏 却不落人口舌 先帝至尊道场铺开 与人参果树的道场重叠 两座道场碰撞 危险无比 却绚丽灿烂 朵朵霞光生腾而起 如水气般上升 缓缓缈缈的散开 而先帝至尊来到稻树下 任由人参果树攻击 始终难以侵入他分行 他的手掌放在人参果树上 以自己莫大的修为 镇压人参果树的异动 以自己的道横压制 人参果树的道行 这次恋化 平淡的出奇 没有惊天动地的动静 也没有识破天惊的意象 先帝至尊尽显从容 越是这样 在众人心中 他便越发深不可测 过了不久 人参果树的道场 不再反抗先帝至尊 说上剩下的十枚道果 便留待有功之臣 先帝至尊走来 三界朝西中 肯定会有人立下大功 这十枚道果 便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帝君等人心中凛然 至尊此举无疑是在告诉他 朕可以塑造你们 让你们修成道果 你们不听话 朕还可以提拔他人 替换掉你们 长生帝见状 心中暗叹一声 至尊之位 至尊之位 深不可测 不检当年 那么 我还去追杀许应吧 他略略迟疑一下 两枚倒果 可抵不上至尊法宝 罢了 山水障天池 还是要讨回来 只是讨的手段的问题 山水障天池 经过我的忌廉 早已固若尽头 无论他在何处 我都可以感应到 到了外界直接收回便是 至于许应 掠师惩戒也就罢了 过了片刻 长生帝告辞离去 先帝至尊 起身相送 很是殷切 长生道友 我说你小家子气 只是一句玩笑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要大度一些 长生帝称事 离开武装观 陛下留步 他腾空而起 返回仙界 哼 要我大度 天大雷劈 他细细感应 山水障天池的方位 心中突然一紧 那山水障天池 竟然感应不到了 长生帝家父而坐 催动元神 调动稻树稻果 但见老树梅花 根睛扎入诸天万界 加强感知 他的元神双目炯炯有神 洞彻三界 上至仙界下至 幽冥阴间 尽收眼底 然而他还是没有寻到山水障天池 长生帝额头冒出细密冷汗 这山水障天池 竟然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他几十万年来不断淬炼 施加的烙印像是被人抹去 再也无法感应到 我得至尊法宝 是啦 刚才至尊让我大毒 一定是算到了这一点 我大毒他奶奶个腿 长生帝动怒 着实气不过 想去寻徐英 将之碎尸万段 但想起先帝至尊的手段 心中有些迟疑 罢了 他让我大毒 我便大毒一些 这笔仇不报了 被许英抢走我的山水障天池 迟早会用出来 只要他将此宝记起 我便将他敲翻 收回此宝便是 他想到这里 略略宽心 许英只是一个小小的修士 至尊养的丸物 敲昏不敲死 至尊还不至于 为此与他翻脸 只是 这小子是怎么抹去 我的烙印的 他心中纳闷 他好歹也是大罗金仙 许英才是什么境界 抹去他的烙印 这怎么可能 此位祖庭 男子言远远便叫道 陛下 许贼人来了 此位后主 闻讯连忙吩咐几个地 把咱家的宝物都收好 不要让贼人看见了 几个弟子慌忙将各种宝物都藏了起来 警惕地看着男子言的小船 许英从船上跳下 将山水张天池放在紫薇后主面前 紫薇后主见到此宝 闻贤而知雅意 紫妍 取为师的灯来 男子言连忙取来太仓洞针琉璃盏 紫薇后主记起琉璃盏 一道灯光照在山水 仗天池上 将长生帝四十余万年来 辛辛苦苦打磨千锤百炼的烙印 统统烧化 真是好法宝啊 紫薇后主见那山水 仗天池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反而愈发明亮 光泽如新 忍不住赞泰一声 磁宝的炼制 与古时代的大罗妙境法宝炼制方法不同 难道是至尊法宝 它原本便是大罗妙境的存在 修行道行都达到了极致的巅峰 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它 因此一眼边看出山水仗天池 与它的法宝的不同之处 磁宝扶空 尺上一侧是周天刻度 刻度之间有奇异的符文印记 不同的刻度 符文也不同 另一侧则是山水图 只是伴随着尺子映照不同的光鲜 山水图也在不断变化 无穷无尽 极为神意 此宝正是至尊法宝 只是不知道 是哪位至尊境的存在遗留 哀蒂若是看上此物 我可以与你交换 它目光闪动 算盘波得当当响 打算交换后主的琉璃展 单纯论威力 琉璃展只怕 还在仗天尺之上 因此 他更加心仪琉璃展 第1055集 算盘成精 紫威后主摇头 许道友 你的算盘珠子都溅到我脸上了 琉璃展是我祭脸之物 收发由心 我要仗天尺作善 替你挡灾吗 掌管此宝的人必定极为强大 你得罪不起 才跑到我这来销赃 我若是与你交换 那人便会盯上我 徐应被他识破 丝毫也不尴尬 陛下圣明 我这点小算盘 根本瞒不过陛下 若是我还在位 你小嘴这么甜早就被我杀头了 朕便见不得你这种宁臣 埃迪道兄 紫威后主瞪他一眼 叫我后主 你有求于我还敢叫我埃迪 徐应顺势改口 后主 掌管瓷宝的人是一位大罗金仙 有个封号 叫做长生帝 我听闻山水仗天尺是他当年夺来的 当年共有两件至尊法宝出世 仗天尺是其一 还有一件宝物是归道御盘 归道御盘 我曾经接触过 发现御盘的主人可能未死 或者说还未死透 当初在围须中 许应本有机会得到归道御盘 便是因为察觉到归道御盘的主人未死 担心被牵连 所以到手的归道御盘被他抛弃 如今他担心仗天尺也是同样的情况 毕竟 至尊法宝肯定极为难得 但是在四十多万年前 却一下子冒出两件至尊法宝 这里边肯定有古怪 紫威后主文言顿时来了兴致 你的意思是 仗天尺的主人也有可能未死 许应轻轻点头 但是试探一个未死的至尊极为凶险 长生帝是大罗金仙 倘若这件法宝的原主人未死 他一定能察觉到 因此我有些不敢肯定 紫威后主被他勾起兴趣 目光落在仗天尺上 大罗金仙 新时代不是修炼至尊吗 此人走上大罗金仙的老路 可见也是无法修炼成至尊境 不得不走我们的老路 他若是有本事 还能用其他人的至尊法宝 一个未死的至尊 把自己的法宝丢出来 到底有何用意 肯定不是嫌自己的法宝太多 许应振奋精神 后主道兄 那么怎么才能知道 至宝的主人死为死 试一试便知 如何试 许应眨眨眼睛 紫威后主笑着看着他 你想让我帮你试 我若试了 惹恼了那人 以我现在的状态 只怕撑不过十招 那个至尊的状态 只怕比陛下好不了多少 若非身受重创 又怎么会抛出 自己的至尊法宝 紫威后主打定主意 你讥较我也没用 我当年便是被至尊境的存在 围攻而死 知道心境的可怕 我还要留此有用之身 为祖庭尽最后一份力 而不是莫名其妙的 和一位至尊对决 许应剑无法说服 他只好将山水仗天尺收起 你有没有想过 至尊境的存在 为何会将自己的法宝抛出来 倘若你能想通这问题 你便会知道 拥有至尊法宝 未必是一件好事 天上没有掉下的馅饼 这有掉下来的陷阱 许应犹豫一下 此宝若是真有陷阱 长生帝肯定会有所察觉 这位长生帝连至尊境都修不成 可见也是个无能之辈 许应迟出片刻 鼓足勇气 后主道兄 我此来还有一事 我那地碾上的滑盖 被毁掉两次 你看能不能 不能 此为后主断然拒绝 子言 替为师送客 男子言连忙上前 许天尊 请吧 你还有好几个先帝灵没有刨 里面肯定还有多余的花盖 要不我帮你刨了吧 我不收你多余的宝物 我就要些 你不要的 此为后主充耳不闻 许应只好登船 男子言将他送出此为祖庭 作才折返回来 子言 你登顶年轻一辈最强者 已经不远了 这个许应遍体都是罩门 处处都是死穴 恐怕离灭亡不远了 这 师尊何处此言呢 你看他炼成了太医洞渊 被人盯上 大罗天中藏有古老的神魂 叙事待发 得罪了长生帝这尊大罗金仙 老寿星上吊 而且 还死死抓住山水障天使 肯定会被至尊境的存在算计 他满身插旗 又不是唱戏 可见 离死不远了 我去警告他 你去的话 被这大罗天中那古老神魂知晓 立即就会要了你的命 此事你不要插手 许应离开紫围祖庭 打算去小天尊的会员宫 稍作休息 神婆的声音传来 仙主 蓝宿英留下了一张纸条给仙主 许应取来纸条阅读一遍 不由面带青霜 先帝老狗果然想害我 说吧 将那张纸条揉得粉碎 那纸条上写的赫然是石洞天合一 召唤太医洞渊的办法 另一边 蓝宿英回到仙庭寻找个机会 来到斗部赫灵渡谷宫 见许境 取出一枚人参道果 这是我帮你抢来的 快吃吧 许境又惊又喜 正要服下想起一室连忙说 夫人吃了没 蓝宿英取出另一枚道果 算你有良心 我正打算与你一起服用 夫妻二人相视一笑 许境又想起许应 婴儿呢 她吃了没有 她服下一枚 手中还有五枚道果 比我们还多 其中两枚 还打算孝敬咱们呢 婴儿有心了 这下我们夫妻 并可以各服两枚了 夫妻二人服下道果 一边炼化 一边聊起武装观的经历 许境听到各位天尊都有道果 立刻起身 我是斗部天尊 岳父当分我一枚道果 否则对待斗部不公 我去找他讨要 你这算判打得精明 但他岂会不知 你已经服下一枚道果 许境向外匆匆走去 这是夫人给的 与他无关 我不为自己折 我是为斗部折个面子 蓝素英赞道 脑液的算盘 打得真好 第千零五十六集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许英来到混员宫 这些日子劳顿奔波 如今算是安顿下来 得以稍作修整 小天尊听闻他到来 匆匆从外地赶来拜见 许英虽然不太记得 他与小天尊的过往 但是对这个弟子 还是极为照顾 屡次帮他渡过难关 许英见到小天尊时 还是犹豫了一下 后悔没有多取一枚 人参道果 他剩下的五枚 人参道果都有用处 大钟 元妻 金爷和父母 各自都有一枚 唯独忘记了小天尊 他自觉对这个弟子 有着很大的欠究 但是这欠究并非来自他这一世 而是来自第一世的记忆 正是第一世的灵星记忆 让许英不惜性命 帮小天尊度过为虚之劫 助其完成其数万年 未曾完成的补天计划 从而化解师徒心结 他还与第一世的追随者 吴柳先生 玄崖子 潘魔神 灵家四兄等人化解恩怨 让他们得以走出对许英的怨恨 帮助小天尊建设祖庭 他又帮助小天尊寻找到很多帮手 尽心尽力 很多人看到他继承第一世的好处 但是好处实在不多 更多的是责任和重担 若是多讨厌 因为人参果便好了 他并未意识到第一世 许英对自己的影响 心中惋惜 他还是没有赠给小天尊 人参道果决心把道果留给大中 元妻金布仪和父母 大中觉察到他的犹豫 阿英啊 我只是法宝 服用人参道果也是无用 你把我的那枚道果给小天尊便是 许英摇了摇头 向小天尊说道 你修为如何了 小天尊持弟子礼 弟子如今已经修炼到天仙 玄功八转 你施展出来 让我看看 小天尊称是 来到外面 催动天仙道场 运转玄功 肉身元神融为一体 请客间忽大忽小 如此运转八次 肉身成就 已然达到先君层次 他原本肉身便极强 肉身七转的成就 便胜过等贤先王 当时还是半仙境界 如今他已经突破仙 人之阁修成人仙 地仙 天仙 有此成就也属正常 只是小天尊修炼到天仙境界便再难有所进步 从天仙到先王 不是积累一些先灵之气便能办到 需得拥有先王级的动员才能修炼到先王境界 许应杀灵无心 夺得许多动员 便选了一个先君级动员给他 这个动员你先用着 虽然不如为师的营州动员 但也非同小可 里面足够你养着八千一万些人了 你的道场我看了 不过如此 小天尊颇为不服 在道场中亮出架势 请老师教我 大中向被自己镇压的天河怪花说道 二狗的意思是请老师打我 天河怪花被他镇压已久 左冲右撞始终不得逃脱 许应此次进入武装馆 研究过武装馆的天仙道场 已然是这方面的大家 武装馆的天仙道场蕴藏六种道庙 比他的道场还缺少四种 小天尊修炼的也是六种道庙 与道场融合 只是融合的不那么完美 许应也不与他客气 催动如意大罗道场 大罗石井浮现 压在小天尊的天仙道场上 小天尊闷哼一声 道场无法运转 而那石井镇压下来 将他压得动弹不得 骨骼啪啪作响 急欲碎裂 你的玄弓运转到第八转 破绽便很明显了 至于道场 更是不堪一击 老师救我 小天尊支撑不住 许应不再运转大罗石井 此石井乃是我的道庙 你息息参悟其中六种 剩下的四种 生死倒立虚空和混缘 你先不要参悟 参悟你也参悟不透 小天尊颇为不服 又进入老师教我的状态 去参悟那四种道庙 许应要在混员宫休息几天 由他去 把大罗天道场交给他参悟 自己则在混员宫中 祭练山水仗天池 山水仗天池乃至尊法宝 想在上面留下一丝烙印 都极为困难 更何况祭练的收发随心 但好在许应练就太医洞员 神使以德道庙 强大无比 反复烙印 总算在山水仗天池上 烙印上自己的印记 仅仅有烙印还是不行 许应忽然想起自己得到 归道御盘时的经历 他跌入归道御盘的最深处 才见到归道御盘的本源 一团造化之气 既然同为至尊法宝 山水仗天池中肯定有类似的东西 他想到这里 心中微动 将山水仗天池记起 突然身形一纵 进入那片山水之中 山水仗天池的内部空间辽阔 御盈从群山峻岭之间穿过 脚下是如同鱼背 龙背的山脊 还有长河流鱼期间 河上云雾鸟鸟 他从这片山河进入下一片山河 但见此地的地理又有不同 黄沙大漠龙卷风如同烟柱 在大漠中缓缓移动 御盈穿过这片大漠 来到一片大山之中 长河如谱 从山顶垂落 他从一片又一片山水中穿过 速度越来越快 然而映入他眼帘的 每一处山水都各不相同 没有任何重复 山水仗天尺若是祭炼到极致 只怕能铺满诸天万界所有星空 将诸天万界统统淹没 许应心中不禁惊叹 若是坐到那一步 仗天良地 一尺下去 万界揭灭 此等法宝 才能称得上至尊二字 不过 我该如何寻到此宝的本源 他继续向前飞去 我祭炼此宝就像东王祭炼归道玉盘一样 都只是流于表面 这样的话 山水仗天尺能发挥的威力 只是皮毛而已 达不到铺满诸天万界的程度 他穿过不知多少山水 仗天尺内的山水还是无穷无尽 不知过了多久 许应终于失去耐心 开始折返回去 他转身的一瞬间 眼睛的余光突然看到随着自己转身 身后的山水也在随之变化 他隐约之间像是看到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 河的对岸有一位白衣佳人站在水边 举应急忙转头向身后扫去 面前的山水还是无穷无尽 望不到尽头 并无滔滔长河 也没有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他缓缓转头 留一眼睛的余光 这时候又看到那条大河 以及河对面的白衣女子 虽是惊鸿一瞥 那女子绝世容颜 风滋绝带 还是惊扰到许应的道心 让她内心荡出层层涟漪 第千零五十七集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这是怎么回事啊 许应心中诧异 定了定神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应该是我 张天齿 以及那个在水一方的女子 处在不同的时空之中 她目光闪动 这种情形类似望乡台的回首故乡 那是时空上的弯折 类似阴阳两界的重叠 是空间上重叠 应对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办法 许应背对着那道长河和对岸的女子 突然心念微动 太医神桥飞出横跨长河 连接时空 神桥两岸 天地悬黄 无数山河纷纷向桥下流去 山河流动 仿佛水流 在桥下化作悬黄二七 许应转身 山河仗天尺中的无数山河 此刻已经悉数化作了悬黄二七 形成了一道汹涌澎湃的玄黄长河 在桥下奔流不息 此河壮阔 下方河水奔行 轰隆隆作响 震耳欲聋 河水中激荡而起的浪花 在空中化作一片片波澜壮阔的山水 待到落下时 又变成了滔滔的河水 许应登上这座太医神桥 新潮澎湃 他终于寻到了山水仗天尺的本源 这条玄黄二七形成的滔滔长河 便是山水仗天尺的本源 无数山水 皆是由玄黄长河划成 不过 河对岸的女子是怎么回事 许应向河对岸望去 河对岸没有任何人 许应心中纳闷 收回目光 专心致志祭练这道玄黄长河 他的大罗石井中便有玄黄二七 他对玄黄之道的领悟也达到了极高深的境地 此次炼化长河比他预想的要容易许多 过了许久 许应稍有收获 自觉难以更进一步 这才从太医神桥上起身 向桥下走去 他转身的一刹那 又朦朦胧胧的看到对岸的白衣女子 隐隐绰绰 拼拼鸟鸟 在水一方 像是在等候对岸的归人 又像是在瞭望远处 许应转头 刚才看到景象又消失无踪 古怪 许应走下神桥 将太医神桥散去 只见那道玄黄二七形成的长河 突然间化作无数江山 纷纷飞起 消失在时空的深处 许应正欲离取 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转过身来 师生说道 我明白了 这里有三层时空 我的太医神桥 事才只是架在第二层时空上 他再度记起太医神桥神通 无数山河奔流而来 化作玄黄长河 神桥架在长河之上 许应飞升而起 落在神桥上 再记一道神桥 太医神桥是他参悟黄庭经 上清大动真经后领悟出的神通 只是这门神通需要勾连太极和无极 形成太极无极之间的红桥 动用这门神通需要动用的法力庞大惊人 许应站在第一道太医神桥上 催动第二道太医神桥 即便他调动九大法宝 也有些难以支撑 吹到神桥飞出 许应向桥的另一端看去 果然又看到一条大河 太医神桥横跨长河 神桥被刚风吹拂 若隐若现 而河的对岸 有意依人在水一方 许应大声说 那位姑娘 看到我的桥了吗 我渡你过来 对岸那女子像是听到了什么 扬起头来 柳眉如烟 眼眸似寒情 似无情 又近又远 她向这边望来 许应的声音恍惚传来 听不分明 跳到桥上来 我渡你 那女子张望 似乎看到了 许应的太医神桥 便欲纵身而起 突然 和尚刚风吹拂 将太医神桥吹得崩碎瓦解 许应闷横一声 气血反振 难过的险些吐血 她催动太医不灭真经 压下激荡的气血 平复元气 神识 心中有些骇然 那道长河是什么河 怎么河上刚风这么厉害 她的太医神桥 几乎是至尊静的神通 多一战过东王 多一战过帝君分身 见过的都说好 但是 仅仅是河面上的刚风 便将她的太医神桥 吹得破灭 让她震惊莫名 许应心想 我的修为还是有些不足 还是在等一等 待我修炼到第三口关期 打开玉京天关 应该便有足够的法力了 长河对岸 那女子眼眸眨动 望向河面上的虚空 只见神桥破灭 荡然无存 她也有些惊异 刚才出现的那一幕是什么 难道 有人能够跨越时光长河 来到这里救我 那波涛汹涌的长河 便是无穷岁月凝聚 形成的时光长河 她被困在时光的另一端 永远无法踏足现实世界 可惜了 欺人的神通还是弱了些 无法抵御时光的冲刷 时光如风 岁月如刀 即便太医神桥 也不能在这道长河上坚持多久 她静静等待 她知道 那个救她的人出手了一次 便一定会出手第二次 徐英飞身出了山水障天池 向大钟说起此事 大钟惊讶 这女子到底是谁啊 为何会出现在山水障天池的时空之中 而且 为何隔着三层时空 徐英摇头 我也不知 阿弥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这个女子便是山水障天池的原主人 钟义 她若是障天池的原主人 便是一尊至尊镜的存在 又怎么会被封印在自己的至尊法宝之中 不可能 大钟也觉得自己的猜测极为离谱 嗯 也是 倘若至尊镜的存在被封印在自己的法宝之中 那么封印她的存在该是何等可怕 嗯 不可能有如此厉害的存在 啊 还有阿弥 这株天河怪花怎么处置 她已经镇压天河怪花很久了 这株怪花时不时便要冲撞一下 令她颇为吃力 徐英的目光落在天河怪花上 她浮现人参倒果时 这株怪花居然要吞噬她的石井道花 幸好被大钟发现 将她撞飞 事到如今 徐英也察觉到 这株怪花有些不太对劲 清暗兵不动 不要打扫惊蛇 忠爷 你继续镇压她 我让小天尊派人去寻找悟空道人 第千灵五十八集 任我拿捏 仙庭 徐静找到先帝至尊 先依寻礼数 叩拜一番 这才起身说明来意 陛下 斗布是六部之一 是先帝最忠诚的部下 臣听闻其他五部 皆有人身道过 唯独斗布没有 臣为斗布教区啊 其他五部都有二心 唯独斗布没有 这次其他五部 都得到人身道过 斗布若是没有 岂不是亲者痛 愁者快 先帝至尊瞥他一眼 贤婿 你已经服用过人身道过了 服用第二枚 对你无用 臣也是为公平着想 臣的这枚人身道过 那是贤公主给的 贤公主关爱小臣 因此偷偷送给小臣一枚 但是 臣同时也是斗布天尊 陛下给其他五部 唯独不给斗布 斗布将士作何感想啊 臣刚刚来到斗布 恐怕难以服众 请陛下明鉴 道理我都明白 可是你最近已经跑了十多趟了 说来说去 都是此事 斗布是世代忠良 我 够了 斗布上一个造反的 便是你儿子 哪里来的世代忠良 帝君天尊 他们虽有二心 但好歹没有反 你儿子 四万八千年前就反了 哼 我与逆子不共戴天 只要陛下一声令下 臣便提 斗布兵马下戒 将反贼许印 勤拿归案 先帝至尊 瞥他一眼 突然笑了起来 许静啊 婴儿也是我外孙 我岂能不给他悔过的机会 你放心 将来你们父子有团聚之日 你们父子二人同为斗布天尊 到那时便不是斗布之耻 而是一段佳话 许静连忙说道 那么人参道过 先帝至尊头疼 许静趁热打铁 陛下 一碗水要端平啊 先帝至尊挥了挥手 许静立刻后退离去 陛下 我改日再来 回来 先帝至尊喝道 许静上前低眉顺眼 先帝至尊迟疑片刻 我给你斗布一枚人参道过 不可外传 许静又惊又喜 连忙躬身败谢 书上说得好 没脸没皮 天下无敌 果然 古人成不起我也 他先前从蓝素英那里 得到一枚人参道果 已经炼化 但他只是仙君 刚修成道术 尚未炼成道花 道术上便挂了道果 许静感觉到修为与道横 都水一掌船高 但也知道这种靠人参道果 提升上来的境界 只是虚假的境界 让他进入伟大罗金仙的境界 他距离真正修成大罗金仙还很远 而且 人参道果让他修成的道果 是无花之果 伟道果 也不是他的所愿 他真正想修成的是至尊境 他收下先帝至尊相赠的道果 心中一片平静 并无患得患失之感 他站在先界低头看去 便见诸天万界映入眼帘 先界与凡间已经很近很近了 在潮汐的影响下 不断有世界相互合并 引起更大的时空潮汐 而伴随着潮汐的愈演愈烈 诸天万界中 许许多多被掩埋的古老遗迹 纷纷显现出来 虽然不如武装观 那般惊人 但也非同小可 引得诸多仙人和炼气势 前去探索 仙与凡已经开始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但只有当仙界也与诸天万界融为一体 化作地仙界 才算是真正的消除仙凡之隔 这场乱世 谁会趁机崛起呢 祖庭 如意大罗天忠 大众一边抓紧炼化徐印赠给他的稻果 一边继续镇压天河怪花 他无法吃掉稻果 索性把稻果当成灵丹来炼化吸收 那稻果中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稻场之中 大众断时只觉自己的稻横随之水涨船高 不由心花怒放 直到自己走对了路 带到徐印炼化山水 障天尺的本源 从障天尺中脱身而出 大众已经将那稻果炼化了小伴 只见中口下悬着一枚小巧的稻果 青色的 外表粗糙 有稻纹流转 如同龙卵 这稻果不凡 中内便是大中的稻场 他挂在中下便是在大中的稻场中 只是挂的位置似乎有些不雅 大中稍稍移动稻果 把稻果挂在中上 像是头上挂个龙卵 他将稻果挂在中后 像是身后长个龙卵 而且最适合稻果的位置 还是稻场 哎呀 罢了 还是放在我体内吧 大中颇为惋惜 不能挂出自己的稻果 岂不是锦衣夜行 白瞎了稻果 小天尊还在参悟许应大罗天中的十种道庙 但过了十多日 他便放弃生死 道立 虚空 和混缘 转而去钻研其他六种 许应参悟出这四种道庙 何其艰难 他想一蹴而就 除非天赋比许应还要高出许多 否则没有可能 小天尊专心研究其他大罗六景 那就轻车熟路了 许应的这六种道庙源头 也是许家的六秘祖法 小天尊也得到过六秘祖法 修行起来 足以弥补自己在道场上的不足 许应前来检查他的进境 让小天尊再度施展道场 小天尊目光闪动 战意昂扬 请老师教我 他催动道场 许应的大罗道场压来 小天尊依旧维系道场运转 信心倍增 催动玄弓 肉身八转 强横无比 竟自向许应杀来 许应由他杀到自己跟前 与他对了数招 感受到他那强大无比的肉身 心中按赞九转玄弓之妙 不坏不坏 除了玄弓八转出了些问题之外 没有大的毛病 小天尊信心暴涨 笑道 老师何不只叫我一下 许应叹了口气 自己这个弟子什么都好 就是有时候容易膨胀 不知是跟谁学的 他心念微动 罗天石井之中的混沌海上 浮现出一朵混沌金莲 散发厚重的道运 小天尊门横一声 顿时只觉自己的道场 像是十万八千尊先王镇压 无法运转 他还可以行动 但是下一刻 罗天石井的第二井 玄黄二气中 也有一朵玄黄道花 从青竹二气中生酒 道花扎根于天地间 汲取天地道理 此话一出 小天尊只觉自己 像是被十万八千尊先王 骑在身上 都谈不得 全集第三井 琉璃镜空中的琉璃花绽放 如同琉璃制成 随即便是第四井 不灭灵光中 长出不灭仙珠 通体灵光锁聚 第五井 玉京仙城中 长出了阴阳霜珠 第六井 太极仙城黑白奇花 第七井 神桥下的水面上 长出生死花 第八井 无定长河中 生出道立金莲 第九井 虚空之宴中 生出虚空花 这九井道花生出 小天尊早已被压制的 别说修为法力 就连意识也动弹不得 这九种道花之外 还有第十种道花 第十井 太一洞渊的道花 只是这株道花 朦朦胧胧胧 处在太一洞渊中 太一洞渊距离 县世上远 这株道花 也始终无法现身 第千零五十九集 任我拿捏 徐英收了道花 你已经很不错了 能接着我一株道花的镇压 很了不起 莫非 这就是开辟五道彼岸的成就 朴天尊既是失落 又有些欣然 他与五帝审落 合力开辟五道彼岸 这座彼岸如今愈发壮大 他的成就也越来越高 大忠敲声说道 哎呀 我怎么觉得 哪里似乎有些不对啊 你的道花 应该是天君静修为吧 一朵天君静的道花 还能镇压不住雪儿狗 徐英黑着脸 传音 忠言 他是我弟子 又不是我仇人 我好歹要给他留点信心 不能一下掐灭了 而且 他叫小天尊 不要叫他雪儿狗 倘若是从前 徐英还会偶尔叫小天尊为雪儿狗 但是后来便吃出味了 小天尊是二狗 那么大狗老狗是谁啊 这还不是狮子头上的秃子 明摆着的事 而且 自从仙凡之阁不再那么三言后 徐英也遇到了不少仙人 背地里都称他为雪老狗 以至于 徐英听到小天尊的名字 也吐死胡悲 生出一种刺痛感 小天尊 你的悬功八转存在很大问题 若是遇到等邪仙君倒也罢了 遇到高手 只怕便可破解你的悬功八转 仙界升迁困难 没有后台根本无法升上去 因此仙界仙君 大半都不是等邪仙君 你遇到他们 必会吃亏 我倒是有个计划 不如去寻九转悬功开创者的仙目 说不定能寻到完整的九转悬功 小天尊的九转悬功 是在与第一世 徐英一起历练时寻到的 只是参篇 到了这一世 徐英依靠自己的底蕴 帮他补权到第八转 但第八转存在很大破绽 只是徐英在武道和肉身上的成就 并不比小天尊高 也无法继续补权这门功法 小天尊正欲说话 突然有祖庭的仙人赶来 启禀天尊 我们寻到悟空道人的下落了 徐英振奋精神 小天尊连忙说道 这位前辈去了何处 那祖庭仙人说 去了无量火海 徐英惊讶 无量火海 这个地方不正是那位 二郎真君的仙目所在吗 而且还有传闻说 太清道祖的八卦炼丹炉 坠落凡间 形成了那片火海 悟空道人去那里做什么 徐英心中不由生出瑕疵 难道他也知道 如意大罗天主人为死透的事情 所以打算收了道祖的八卦丹炉 作为赔礼 这怎么好意思 他兴奋莫名 浑然没有不好意思的心态 那祖庭仙人说 最近一段时间 无量火海总是迸发火焰 甚是剧烈 有人怀疑 是二郎真君先目下镇压的东西 在兴风作浪 只怕这东西要脱困了 小天尊询问 老师 悟空道人去那里 是否是为了此事 徐英也听说过 二郎真君先目下镇压着强大的存在 不死不灭 二郎真君临终前 将其镇压在八卦炼丹炉所形成的火海中 便是为了借着剑大罗仙气的威力 将之炼化成灰 但是现在看来 连大罗仙气也未能将之炼化 那火海中镇压的东西 还真是不可思议 当年我们得到九转玄弓的残片 便是出自二郎真君先目 现在真君先目下又有暴动 正是我们师徒报恩的时候 你拿了二郎真君的好处 当然要鞠躬尽瘁 为二郎真君镇压那火海中的魔头 此次 你我师徒二人 亲自走一遭 小天尊欣喜万分 连忙称事 当年他还是个猫头小子 便总是跟着那时的徐英东奔西走 走目窜铃 四处探索祖庭没落的真相 因此人人喊打喊杀 那真是一段轻松岁月 令人怀念 徐英记起地年 小天尊见此地年 着实华丽 有些不敢上去 徐英语重心肠 为师不是奢侈 铺张浪费 而是为师筹家太多 一不小心便会被人干掉 不得不防 小天尊文言 只好与他一起登上地年 徐英坐在地年上 头顶上没有滑盖防护 总是担心冷不丁的 从上面窜下一只大手 把自己摁死在地年中 或者冷不丁的飞来一只仙剑 让自己脑洞大开 可惜没能从哀帝那里 借来一顶滑盖 他心中暗暗惋惜 小天尊如今是祖庭领袖 调来几只太古巨兽 却是两只天鹏 拉着地年振翅飞行 向无量活海驶去 徐英坐在地年中 头顶一团青气 青气如一朵云彩 云彩上坐着青衣黄衣白衣 三个徐英 个头不大 都是三四寸高 有的专门抬头看天 有的东张西望 唯恐偷袭突如其来 老师 这次出门得罪了多少人啊 小天尊小心翼翼地试探 不多 大部分都死了 徐英还是有些紧张 但是活下来的都是厉害角色 尤其是长生帝 更是让他心惊肉跳 长生帝肯定知道 杀他一缕化身 夺取山河丈天尺的就是徐英 哪怕徐英找紫薇后主削赃 长生帝还是会寻到他 长生帝的本事 干掉他夺回 杖天尺只怕易如反掌 仙界 长生公 长生帝隔界相望 将徐英的一举一动收入眼底 这小子鬼鬼祟祟 东张西望做什么 一看便不是好人 等他记起杖天尺 我便敲昏他 出手夺回 咦 他们这是去 他心头剧烈跳动两下 只见无量火海出现在地碾的前方 如今火海暴动 似有庞然大物在其中腥风作浪 三界潮汐 地理大改 诸天万界合并成地仙界 导致二郎真军先目封印 也大大降低 长生帝眼中精芒闪烁 被镇压的那位厉害角色 趁着这个机会准备脱困 恐怕太清盗族的八卦炼丹炉也会出事 许英这小子是属寻宝鼠的吗 哪里有宝贝 他便出现在哪里 他心中一片热气 动了亲自下界的念头 反正这小子身边 没有什么高手 还不是任我拿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升 由头驼渊和一大群 培音小伙伴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千零六十集 二狗的大伯 有了两只 金翅天鹏拉着地脸 慈宝的不凡之处才显现出来 但见空中万里流光 如一道长红扑久 地脸周围云霞翼翼 天鹏拉着地脸 风驰电掣 但在地脸中却感觉不到任何风 也听不到风声 平静的如暖春叙日 徐应坐在地脸上 指点小天尊修行 小天尊原本就是 他放养的徒弟 徐应第一是总共也没有认真教过几天 都是靠他自己努力修行 才有如今成就 这一路上 小天尊倒体会了徐应的认真 总是巨细乌漏的 只摘出他的修行上的不足 哪怕是细微的道向中的破绽 他都要自己纠正 仙界的仙君天君并非浪得虚名 你任何一个破绽 哪怕是炼气时的存享道向的破绽 对阵时都会被他们察觉 以此为突破口 破你神通 破你道法 道向是组成仙道符文的基础 仙道符文组成的道则 道炼 仙君天君 以道炼构成的神通 道向便是神通基石 其中一块基石出现裂痕 对仙君天君来说便是破绽 被人抓住破绽 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徐应这段时间 交锋的仙道高手不在少数 交手的次数多 眼界也就高了 小天尊基础上的不牢靠 在他眼中也就醒目许多 因此他趁此机会 帮小天尊纠正 未来太凶险 他自身难保 也不想继承自己第一是志向的徒弟 就这样死在未来的波涛之中 前方无量火海映入眼帘 两只天鹏渐渐放慢速度 火海中的火焰乃是兜率先火 以天鹏的实力稍有不慎 沾上火焰便会被烧熟 徐应降下地碾 小天尊放开两只天鹏 让他们自由活动 试图二人向火海中走去 两人前行 从下方的火海中 时不时由火翼喷波而出 如同惊世神力 稀利无匹 散发着滔滔活力 虎儿又有巨大的火缝 火龙火象 从火海中喷出 蕴藏不凡威力 又见火海身处 抖起波澜 耸立如山 各种道向扭曲在一起 撑天而起 无量火海变得狂暴许多 也更为危险 火海中喷涌出的火焰 是天然的大道之巷 隐藏着极为惊人的威力 遇到这种道向袭击 便相当于一个大高手的神通 向自己袭来 或许是受潮汐的影响 也或许是羡慕下镇压的东西 即将脱困 导致无量火海陷入狂暴期 道向的威力比从前大了许多倍 有时候 还有极为恐怖的大道向爆发 渡海之时 须得极为小心 许应与小天尊都是高手 普通的火海道向已经难以伤到他们 但是面对大道向 他们也需要躲避 无量火海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许应面色有些凝重 造成如此惊人变化的 难道会是被二郎真军羡慕 镇压的那个可怕存在吗 这动静如果是仙墓下的东西弄出来的 那么这东西的实力 只怕非同反响 二郎真军是六十万年之前的存在 也就是说 仙墓下的东西最低被镇压了六十万年 连太清道祖的八卦炼丹炉 炼了六十万年都炼不死 可想而知 其实力是何等可怕 两个人走了许久 终于避开重重危险 来到仙墓所在 二郎真军的仙墓扭曲了四周时空 像兜率仙火熊熊燃烧 瀑布般向仙墓中流去 经过此地的船只 稍有不慎便会被吸入仙火之中 跌入仙墓 只有火海魔神的渡船 才能从仙墓的吞噬中冲出 许应向前望去 看到了火海魔神的渡船 这渡船已经破损 在火海中漂流 但是撑船的魔神 却不见踪影 许应扬了扬眉 与小天尊一起来到那艘残船上 老师 这里曾经发生过战斗 小天尊查看渡船断面痕迹 面色凝重 是仙道神通留下的痕迹 这尊渡海魔神 应该已经遭遇不测了 许应沉着脸向仙墓走去 我们进去 小天尊跟上 仙界来人是做什么的 难道他们也察觉 仙墓镇压的东西即将破开封印 还是说 火海暴动就是他们弄出来的 两人脚步落在仙墓形成的 倒流火瀑布上 顿时被仙墓的地磁原力捕获 向仙墓中落去 他们顺着火瀑布流 来到仙墓的入口 只见这座陵墓的封禁 已经被人破去 破解的手段极为粗暴 那仙墓入口处有断龙石 破禁之人居然真的弄来一条神龙 斩去龙手 用秘法破去断龙石 那神龙尸体便被丢在陵墓的入口处 仙墓外围还有其他风景 为了破解这些风景 其人无所不用 居然还用人命来堆 许应看到一处禁止 便有十多具烧焦的尸体 当仙人太多的时候 仙人的性命就不重要了 徐鹰看着这些烧焦的尸体 心中感慨 使徒二人走入仙墓的涌道 没走几步便又遇到一具尸体 也是死在封禁之中 一路走来 他们二人居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便来到仙墓深处 只是沿途各种仙人的尸体 死状凄惨 着实触目惊心 对于仙界强者来说 这些人就是消耗品 两人来到永道尽头 眼前豁然开朗 无尽火海的熊熊仙火 从天而降 流入一片青山绿水之中 这里恍若仙境 群山环抱 绿水环绕 尚有仙山少许 飘于天空之中 此时这片仙境一片混乱 正有人在这里交锋 许应宁谋看去 但见天地间 屹立着一尊高大神奇 立在天地间 身躯伟岸 周身香火之气飘摇 极为浓烈 想来当年应该香火鼎盛 此人形如一尊老将军 周身锁子甲 背上插着五杆旗 手持马朔 很是威风 那一座座仙山 便是环绕着这位白发老将军漂浮 此人半仙半神 如今虽然死了不知多久 但是神力依旧惊人 杀得进入仙墓中的一众仙神 人仰马翻 徐映心想 难道此人便是二郎真君 但他随即便否定这个想法 这位白发老将军虽然极强 但是实力却达不到坐镇仙墓 镇压一切的气概 他能看得出 这位白发老将军已经身故 但是执念未灭 道场依旧在 此人尸身镇守道场 巡视仙墓 只为保障仙墓的安全 围攻这尊白发老将军的 不知是仙界什么人 围守的未曾动手 而是站在一片金床下 那金床共有两座分为九重 每个金床皆有一尊仙王历史 用手杵着 催动金床展开九重箫 又有两个宫女手持掌扇 扇面极为宽大 约有杖鱼宽 以凤鸾等神秦的羽毛编制而成 为金床下的君王掌风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第1061集 二狗的大波 这种排场是帝君的规格 许英遥望 不知是仙界哪位帝君 仙界有帝君名号的仙君天君 数量不少 有二十余位 这些人实力高强 往往在仙界都有背景 但是背景不是很大 为了拉拢这些人 所以要封他们为帝君 将他们纳入仙庭 但又不给实权 许英只认的帝君周五 对其他帝君所知不多 不过 这位帝君挥下强者众多 不少仙王仙君 在围攻的白发老将军 这些仙王仙君身边 又有许多天仙 地仙 人仙 小天尊心中暗惊 帝君没有实权 但势力也不小 那金床下一个声音传来 此人是梅山七兄弟之一 梅山七兄弟 二郎真君为首 一次是康章摇里四位太尉 郭执两位将军 此人处在外围 应该是郭将军 或者是执将军 金床下又有一个 威严的声音传来 此人是执将军 当年我曾见过他 那时我还是一个炼器士 没想到再见时 他已经是一具尸体 不必耽搁太久 早点解决他 他话音刚落 围攻那白发老将军的众仙 便各自寄起法宝 叱咤一声 万千法宝 结成阵势 化作四大仙阵 将那白发老将军笼罩 那白发老将军身躯一抖 背后五骑飞骑 插入仙阵之中 还有一面大骑捉天 骑面波浪般抖动 那白发老将军借其面掩护 大开杀戒 顿时斩杀数十位仙人 没用的东西 金床下 突然一只御手探出 手中抓着一枚金灵 叮铃铃摇动 那白发老将军 本就是一具尸体 靠着执念才能行动 那金灵的铃声 专门针对执念 轻轻一摇 便将他的执念摇散 他浑浑噩噩 又将再具执念 四周的先王先君 已经趁此机会杀到尽前 先阵启动 将他头颅斩断 四肢也被斩下 那颗头颅嘶吼连连 断手处血肉滋生 四肢断处 也有无数血肉翻涌 肉牙浪涛般向前涌去 竟欲与肉身重连 不灭之身 果然非同凡响 金童下传来那威严的声音 将他头颅四肢 通通封印 那诸多仙人 立刻各自催动 封印符文 将那白发老将军的 头颅四肢 和身体分开封印 总算让他安静下来 真是一员猛将 留他在此 让他慢慢腐朽 我们走 去寻镇压之地 那一众仙人拥着金床 掌膳 飞速离去 许印和小天尊来到那被分尸的白发老将军头颅前 只见那头颅尽管被封印 依旧口吐 芬芳 骂骂咧咧 乱臣贼子 你们迟早惹出大祸 这位老兄 你可知此地被镇压的是什么魔头 那头颅转动眼珠 落在徐印脸上 突然怒发支起 双目瞪圆 小资 不要让我出来 徐印向小天尊说道 咱们上次来到这里时 与他照过面 小天尊见他记忆还未恢复连忙说道 老师 你忘记了 上次我在外面放风 你进去的 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徐印正欲说话 突然掀目深处 传来一个厚重老城的声音 守信之人居然有脸回来 徐印立刻警觉起来 谁在那里 快点出来 出来 出来跟你算五万年前的旧账吗 那声音飘忽不定 声音中带着恼怒 姓徐的 你忽悠我 让我在这里等了你五万年 你这混蛋总算来了 我先解决入侵者 再来找你算账 徐印闻声 立刻飞奔而去 身形猛的纵起 从鲜火瀑布中穿过 却没有寻到那人踪迹 小天尊快不赶来 只见徐印惊疑不定 小天尊 我上次来这里时 真的是一个人吗 是一个人 老师独自进入仙墓 出来后 对仙墓中发生的事情 绝口不提 只说寻到了一门功法 装 你还装 那声音像是 从另一个时空中传来 现在开始装十一了 我若是再信你 我就是狗 徐印仔细聆听 突然抓起小天尊的手 钻入鲜火瀑布之中 顺着瀑布向下落去 下一刻 他们飞出瀑布 却见自己已经来到 另一处道场之中 这处道场中一片狼藉 死了许多仙人 应该是刚才那位 帝君等人来过此地 姓徐的 我先收拾了这些入侵者 再来收拾你 这群狗日的 康太尉也被干掉了 看来只有老子亲自出手了 徐印目光闪动 寻生追去 带着小天尊身形连连纵月 追踪那个声音而去 这位兄台 我想咱们之间 应该是有些误会 现在开始叫兄台了 不要脸 你先前明明叫我大哥的 还要与我结拜为兄弟 徐印闻声冲过去 穿过这片道场 身形变化莫测 距离那个声音越来越近 带到那声音说出兄弟二字 徐印一步跨出 已经来到那声音所在的 同一个空间中 找到你了 你既然是我结拜 他 他瞠目结舌 迟迟说不出话来 只见一条黑毛细腰长足的 大黑狗正在鬼鬼祟祟的 追踪那位金床帝君 那大黑狗见到他追来 也是错愕万分 看了看徐印 又看了看小天尊 贤弟 这莫非就是你说的那位 二狗贤侄 第1062集 九天之上 徐印呆呆地看着这条大黑狗 脑中一片混乱 他终于知道 当年自己走出二郎真君仙墓后 为何对墓中发生的一切绝口不提了 难道自己出去之后 还能告诉小天尊 自己在仙墓中与狗结拜 还拜这条大黑狗为大哥 小天尊该怎么看自己这个英明神武的师父呢 小天尊目光中满是疑惑 看着徐印低声说 老师 伯父 他有些错乱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小天尊还记得徐印让自己称元气大中为书的情形 现在又多出一个伯父 徐印向他抛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 小天尊闷哼 很想说自己早已习惯 但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那大黑狗说道 既然你寻到我了 那么我便打开天窗说两话 他转过身来 面色肃然 你当年说过 出去之后会经常回来见我 结果呢 快五万年了 你才回来一趟 今日我与你恩断义绝 不再是兄弟 小天尊望向徐印露出期待之色 老师 要不你就答应下来吧 我这四万八千年过得并不好 我被人分尸 境界被人炼成法宝 只剩下不灭真灵 记不得从前 这些年来我转世了近万次 直到近两年才跳出被人掌控的命运 大黑狗沉默下来过了片刻 我不知道你过得这么惨 他随即又振奋起来 咱们不说过去的伤心事 贤弟 你记不起我了 我叫啸天 二狗 你可以叫我啸天伯伯 你们来得正好 这个老十字帝君不怀好意 来真军道场闹事 不能任由他乱来 这大黑狗突然人力 两条后腿着地一溜小跑 鬼鬼祟祟地向那金床帝君接近 你们在这里 我先去聊不聊不他 他猛的窜出 突然摇身一晃 脑袋奇大无比 张口变向那金床帝君吞去 那张大口可以吞天 竟将金床帝君挥下的那些先王 先人一口吞下了大半 只有先君可以逃脱 金床帝君的两个金床 两个掌扇 也被他一口吞下 那位帝君面目森然 腾空而起 一掌拍在黑狗的额头上 黑狗被打得连番带滚 跌了出去 那位帝君追杀上前 却不见大黑狗的踪迹 二郎占君的笑天犬 那位帝君脸色铁青 停下脚步 他是仙界的中夷帝君 掌管仙界的中夷 此次来到仙墓 原本以为这是一场首到勤来的功劳 没想到是这座仙墓内埋葬的不止二郎真君 眉山七兄弟都葬在此地 这座仙墓是由七座道场组成 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在道场中打转 根本没有寻到仙墓的中枢 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这座仙墓里面 居然还有一条凶狠无比的大黑狗 四处袭击他们 忠义帝君说道 孝天犬中了我一招 必死无疑 那帝君身侧是一位年轻男子 居然也与他一起行走在金床下 显然地位极高 忠义帝君 连二郎真君都死了 孝天犬何以活到现在 我听闻当年道窟爆发 修炼洞渊的人往往都难逃一劫 唯有那些修炼到大罗金仙境界的存在 才能在道窟下保全自身 这条孝天犬 显然不是大罗金仙 忠义帝君对他颇为尊敬 孝天犬应该是妖族的强者 修炼的不是洞渊 因此能躲过道窟 洞渊是从昊天帝起始 昊天帝参悟淬炎功法有所成就 召唤来太医洞渊夺了妖族的江山 从此洞渊修炼才成为主流 但在之前 妖族占据天下正统 他们修炼时的灵气来源 便是帝仙界的一座圣地仙山 产出的仙灵之气 妖族没落后家底还是不少 但渐渐被人族所夺 道窟之后要见仙界 帝仙界的圣地仙山便被瓜分 成了仙界的一部分 当年把帝仙界的圣地仙山炼成洞渊 修炼此道的人便没有被道窟袭击 他们这批人幸存下来 实力虽然衰弱 但依旧非同小可 那年轻人名叫陈朝生 是上一次朝西到来时出生的人 因此取名朝生 我师尊从未告诉过我这些事情 忠仪帝君面色肃然 尊师道庙高远 非我等所能揣夺 大概他老人家只是觉得这是一些小事罢了 陈朝生称是 可是此次 师尊却对二郎真军幕下镇压的那个存在 很是上心 派我们前来 忠仪帝君可知道 这仙幕下被镇压的是何方神圣 我也不知 不过 尊师是高居九天之上的存在 让我们去搭救此人 一定有其用意 徐映和小天尊看到那条大黑狗 被忠仪帝君拍了一掌 心中一惊 正打算营救 却见黑狗向他们奔来 为我护法 带我运转玄公再去撩爆他们 这样都没事 徐映吓了一跳 忠仪帝君虽然实力比不上帝君天尊那样的存在 但也非同小可 这一击若是落在徐映身上 只怕能将他打得肉身炸开 但这条大黑狗却只是受了轻伤 这肉身着实强横 大黑狗人模狗样 盘腿坐下 立刻催动玄公 肉身忽大忽小 请客间便坐到肉身九转 看得徐映和小天尊两眼发直 他们九寻不果的九转玄公 竟然被这条大黑狗炼成了 下一刻 他们的眼珠子险些从眼眶里蹦出来 只见这条大黑狗周身道场涌现 道链缠绕 扎根于大地之中 在身后生出一株稻树 匆匆育育 这株倒树上甚至还挂着一个花孤朵 黑狗天君 小天尊头脑有些昏沉 谁能想到 这条大黑狗居然是一条天君 大黑狗功法运转几个周天 旧伤进去 一跃而起 双眼放光 我们再寻机会 将这些贼人葬送在此 徐映追上前询问 我上次从仙墓中带走的九转玄宫残篇 莫非是小天哥给我的 大黑狗轻快地迈着小碎步 当然是我给你的 当时你修为上帝 只能练到第四转 所以我就给了你四转的功法 等你修练到第四转回来见我 我再传你后面的功法 小天尊可怜巴巴地望向徐映 自己这些年辛辛苦苦地修补功法 又为哪般呢 第千零六十三集 九天之上 我这不是飞升到仙界去了吗 忘记了此事 天哥 如今我和二狗重回此地 祖转玄宫 能否传给我们 当年你完成真军的考验 当然可以传给你 至于你要不要传给二狗 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不过今天先弄死贼人 大黑狗说道 他突然神力起来 两条后腿着地一溜烟向前跑去 随我来 咱们在前路赌他们 徐映和小天尊连忙跟上他 小天尊说 老师 你上次来不是盗墓吗 怎么还通过了二狼真军的考验 我不知道 徐映茫然 大黑狗冲了出去 向中夷帝君痛下杀手 然而中夷帝君周围的仙人 被他吃的差不多 剩下的都是高手 早有防备 中夷帝君手掌一挥 荡空便是十多个金灵 叮铃铃震动 灵中飞沙走石 遮住天地 一颗颗沙石便如同一颗颗星球 请迫间演化一片四方无极时空 将大黑狗困住 让他无处可逃 中夷帝君挥下的几个先军 立刻上前围攻大黑狗 那黑狗人力起来 催动玄弓 记起倒数 一众先军法宝神通 落在身上 根本不能伤到他分毫 便是连跟狗毛都没有斩下 中夷帝君健壮 记起一排排大大小小的钟 有的是音律边中 有的是青铜大中 还有地中博等物 功用各不相同 他作为中夷帝君 掌管各种中企 先界的至尊 大罗金仙出巡 都要他开道 将地中祭起 警鸣四野 如今 中夷帝君将这些法宝祭起 当真是炫目至极 他用一众中企 将大黑狗困住吩咐 他挥下的仙君各自 记起一口地中 将地中敲响 层层声浪涌来 向大黑狗攻去 其他中企飞来飞去 不断有仙忠撞在他身上 将他撞得亮强 甚至有的直接砸在他脑门上 撞得火光似箭 大黑狗虽是天军静的大妖 但是面对至尊 大罗金仙开道的仙气 还是难以抗衡 这些仙气的威力强大 即便是九转玄弓 也被震得肉身松软 元神渐渐要与肉身脱离 他的身后 时不时浮现出大若星辰的巨大元神 正是这些中企 破他九转玄弓的征兆 一次又一次将他的元神 从体内震出 带到他元神与肉身完全脱离 便是九转玄弓被破之时 眼看他的玄弓将要告破 突然又有一声钟响传来 终以帝君听到这个钟声心中一震 这个钟声 与我收藏的那些钟声都不一样 他心中生起异样的感觉 寻生望去 但见一口仙钟撞开地中冲了进来 护在那黑狗的头顶 那口仙钟钟声一震 顿时万般道庙冲击而来 将那一种钟气都冲击得东摇西晃 伴随着这钟声冲击 但见一重道场 竟从那仙钟的钟口下荡漾出来 同时 一枚青色道果悬在钟下 一以生辉 极为夺目 一口炼成了道果的钟 我还是第一次见 钟仪帝君双眼放光 断绝自己收藏的那数百口钟气 统统没了颜色 只剩下这口仙钟 那口仙钟救下大黑狗 杀出包围圈 钟仪帝君与陈朝生等人杀上前去 高声说道 不能放过他们 钟仪帝君道场铺开 但见道场中一口口钟气飞出 紧随钟爷之后 钟声震荡不绝 向钟爷冲击而去 钟爷虽然炼化人参道果 炼成自己的道果 但还是头一次 与这么多强横的中型法宝争斗 很快 便被打得有些蒙圈 他护送大黑狗仓皇而逃 后方数以百计的各色仙钟 呼啸冲来紧随而去 带到这一波仙钟冲过去 突然人影一闪 一个高大少年出现在仙钟 与钟仪帝君之间 面带微笑 许天尊 钟仪帝君心中一惊 许应已然趁机杀来 他足下一栋 移到金桥子脚下扶起 钟仪帝君站在桥的这一端 许应站在桥的另一端 许应 你不过是帝君的阶下囚 何必来招惹我 钟仪帝君面带笑容 猛然踏出一步 向金桥另一端的许应冲去 他身后倒树枝条飞舞 道花飘香 许应微微一笑 如意大罗天铺开 大罗石井中各有一道道花绽放 两人轰然碰撞 指两三招 钟仪帝君按道一声不妙 嘴角一血 那金桥无形之中限制了他的实力 让他只觉一身修为蠢蠢欲动 随时可能会被炼化 你便是许应 突然 陈朝生纵身而起 落在金桥上足下一顿 便将金桥压制 许应惊讶 与钟仪帝君错开疑惑道 至尊传人 至尊 陈朝生淡淡开口 仙界尤且只有一个至尊 我当然不是至尊传人 我来自九天之上 许应正欲记起至尊法宝 山水仗天池 将来自九天之上的小伙子打死 突然看到两人身后 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不由脸色断变 急忙散去太一金桥 闪身而去 长生帝依然走来 静自来到两人身边 扫了钟仪帝君一眼 又打亮陈朝生一番 你来自大罗天上 陈朝生见到他 连忙攻身 师叔 你可知你刚才 逃过一些 陈朝生颇为不服 许应的神通虽然精妙 但我九天之上的传承 只会比他的神通强 不会比他弱 许应心黑守黑 刚才他打算 寄起至尊法宝来干掉你 若非我及时出现 你已经化作灰飞了 陈朝生吓了一跳 他怎么会有这尊法宝 长生帝面色阴沉下来 没有作声 许应飞速与大中会合 只见那数百口大中 还是追击大中 当当碰撞不绝 小天尊立在大中下 与大黑狗一起对抗 这些中气 许应心中暗赞 这位中一帝君也是不凡 我将他激伤 原本以为他不如我 但他同时操控这么多中气 显然本事不止于此 许应心中暗赞 他到场飞起 将那一重中气镇压 救出一人一中一狗 我有对头来了 此人乃是大罗金仙 快走 大黑狗吓了一跳 大罗金仙我可抵挡不住 咱们去见真君 见到真君后 我便将九转玄宫传给你 此宫乃是天下第一炼体圣法 他话音刚落 只听一个不愉快的声音传来 谁说二郎真君的九转玄宫 天下第一 许应听到这个声音又惊又喜 悟空道人 他寻生看去 却没有看到悟空道人的身影 想来 悟空道人不在这片道场之中 他此次来的首要目的 便是寻找悟空道人 请他来看一下天河怪花 是否是邪金仙 萧兰山 次要目的才是九转玄宫 先前他还担心 长生帝来到此地 大黑狗警觉 猴子 他还没死 他来二爷的仙墓做什么 这次猴子什么时候 干起绝木刨坟的勾当了 许应眨眨眼睛试探 天哥 你这是悟空道人 大黑狗瞒不在乎 当年我与他交手 差点咬断他一条腿 将他擒拿送上展仙台 仅此而已 许应与小天尊 骇然 君觉得他在吹牛 大黑狗急了 寻着悟空道人的声音而去 叫道 不信你们待会亲自问他 他是不是被我咬了一口 憋了一跤 许应还是有些不信 悟空道人可以说是他见过的最厉害的存在 能够坐在太上洞渊的大裂缝前 数十万年不划 大黑狗虽然厉害 但也不至于差点咬断他一条腿吧 至于压上展仙台 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大黑狗老气横敲 猴子大闹 好仓地的先庭 好仓地派出许多高手 还派出三堂海会大神和托大天王 都拿不下他 最后有人去请二爷出手 二爷与他大战数百回合不分胜负 最后还是靠我出马才将他拿下 他在道场中钻来钻去速度极快 许应和小天尊连忙跟上他 唯恐跟丢了 不过猴子的确有几分本事 当年他是妖族大圣 妖族除了我之外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像样的强者了 但我淡薄名利 不爱搞这些噱头 那猴子崛起之后 猴仓地担心他闹事 许了他一个官职 结果这次到了天庭 偷吃太星道祖的九转大环丹 练成了不死不灭之身 又在八卦炉里练了一遭 脱困后大闹先庭 被我擒拿后压上斩仙台 他居然也没死 反倒被他脱困了 我原本以为他死在了道窟之中 没想到他居然活了下来 许应想了想 天哥 悟空道人今非昔比 他的修为深不可测 你在我们面前这么吹可以 到他面前要豁达一些 免得吃亏 大众连忙说 这不是胆小 而是豁达 心胸宽广 不与他计较 许应连连点头 是这个道理 当年的手下败将也赔上我豁达 见面看我不一口黑狗血喷死他 叫他见出原形 许应大众和小天尊各自担忧不已 眉山七兄弟的墓葬建造的如迷宫一般 七转八绕 即便有大黑狗带路 他们也走了很久 这才来到二郎真君的墓葬 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片山河 江水滔滔 从两山之间流过 在江口的位置有一座古老的庙宇 建筑古香古色 写着二郎庙三字 此地弥漫着一种厚重悠长的道运 古老深邃极为不凡 此地乃灌江口大罗天 灌江口二郎庙是二爷的道场 但这道场只是香火所在 大黑狗向二郎庙奔去 二爷是肉身成圣 正得大罗金仙 自身就是道场 成道于内 没有通常所说的那种大罗天 肉身成圣 成道于内 许应文言不禁悠然神亡 大罗天便是其肉身 肉身原神大道 炼为一体 这是何等强大的肉身 所以猴子说真军的九转玄弓 不是天下第一炼体圣法 难道还能是他猴子的功法 是天下第一不成 狗伯父 豁达 小天尊连忙提醒 你才是狗 叫我小天伯父 大黑狗面色不善 他们来到灌江口二郎庙 大黑狗气势汹汹 冲入庙中 许应担心他的安危 连忙也冲了进去 只听大黑狗中气十足 大圣爷爷什么时候来的呀 也不提前知会一声 我好前去迎接呀 许应 小天尊和忠爷都松了口气 心想着 狗爷果然是老江湖 豁达得很 许应走进去 只见悟空道人 身着黄色衣裳 宽袍大袖 衣裳很不合体 坐在他对面的 则是一位 仪容清俊 相貌堂堂的少年 颇有几分秀气 一身装束也颇为华丽 似笑非笑 道气盎然 超凡出尘 他的眉宇间有一眉眼睛 树立在那里 如同刚抽出的柳叶 他便是二郎真君 他眉心的眼眸 可观大千世界 诸天半戒的景象 时常映入这个眼眸之中 极为神奇不凡 许应打量一番 心中暗道一声可惜 这位少年已经过去 没有了任何气息 悟空道人 坐在二郎真君对面 两人之间放着一个托盘 托盘上有酒有钟 钟钟酒相似意 悟空道人已经喝的 有七八分醉意 对大黑狗和许应等人的 道来不以为意 举杯相敬 你的九转玄宫 从未胜过我的五露金身 当年没有胜 现在也不会胜 可惜我归来后 你已故去 从今王后再也不可能知道 谁才是天下第一了 他饮酒之后 失声大哭 大黑狗劝 大圣爷爷 二爷故去之时也惦记着你 说未能与你真正分出高下 心中甚是遗憾 悟空道人文言 更是哭得天昏地暗 当年道窟冲击 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道伤 二爷为了调查道窟真相 将一部分道窟封印在体内 以至于伤势久久无法痊愈 元气受损 再到后来 心道推翻好仓地 为了建立仙界 打得天犯地赋 世道很是混乱 他们说祖庭是魔狱 从前修炼的道路是魔道 那时祖庭已经没有多少能打的了 三坛还会大神夜战死了 二爷替他收拾好了神后事 只好出头 二郎真军为了保护生活在祖庭的人们 与心道强者发生大战 他东奔西走 营救各地百姓 终于导致旧伤复发 游进灯窟 没能活下来 第千灵六十五集 孟回二郎庙 他过去之后 我便守着他的仙墓 我已经几十万年没有出去了 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怎么样 那夏儿也守护的百姓怎么样 小天钻直起腰身 小天伯父 他们存活下来了 虽然很艰难 但还是活了下来 你如今出去看一看 外面被打碎的天地也复原了 天地大盗也被补上了 如今的祖庭虽然比不上从前 但生机勃勃 更胜往昔 大黑狗欣喜若狂 真的吗 他随即黯然 可惜 二爷已经看不到了 他正正出神 二郎真君是先也是神 神是有香火的 众生信奉他 信仰他 他就有了神力 有了神力的同时 也肩负起庇护众生的责任 二郎真君一直在践行为神的宗旨 庇护祖庭的百姓 他不在乎先庭中坐在至尊宝座上 那个人是耗仓帝 还是如今的先帝至尊 他也不在乎天地间盛行的大道 是旧道还是新道 他只知道 受众生香火 必守护众生 无论为神还是为人都是如此 所以 他成为祖庭最后的守护者 与敌人一起沉入八卦炼丹炉种 借自己最后的力量将强敌封印镇压 即便身死盗消 他也要借助大罗仙气的威力 将敌人炼化 悟空道人像是醉酒了 扑通一声向后躺下 提着酒壶向自己口中灌去 过了片刻 他喃喃说道 杀东西 但真英雄 多希望你能起来再战一场 他酒还未喝完 便醉得一塌糊涂 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大黑狗皱眉 大声爷爷 大声爷爷 悟空道人憨声剑起 在梦中一语 这灌江口 终不见二郎显胜真君 忠爷赞道 狗爷真豁达呀 早知道你如此豁达 我们便不用劝你了 大黑狗动怒 叫我笑天 或者天爷 这猴 大声爷爷厉害得很 当年与真君 放手一搏杀的昏天黑地 真君领不丁地 将我记起咬他一口 这才将他擒拿 如今真君雇了 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你不试试 怎么知道不是他的对手啊 哼 我从他身上 闻到了一股强者的气息 哦 竟还有这道神童 你闻闻我 我不用秀便知道 你们三个已经怂的馊了 突然大黑狗脸色微扁 不好 那个老神子帝君 已经寻到这来了 咱们快点离开 他们来得好快 我们走不掉了 他的话音刚落 突然一股浩浩之气 遮天腹地 笼罩四野 长生帝的道场 竟自扑开 直接扑满灌江口 许英 你杀我一缕化身 夺我法宝 我不为难你 长生帝的声音传来 悠悠说道 你将我法宝还回来 我放你一条生路 许英脸色微扁 记起山水 障天齿 低声说 狗野 忠野 二狗 我虽然得到这件 至尊法宝 但机敛时间上短 无法完全发挥 磁宝威能 待会儿 咱们一起催动磁宝 与那白头小子一较高下 白头小子是何来历 如今仙庭的一位大罗金仙 许英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背后传来哈欠声 大黑狗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向他身后看去 二爷 你还活着 许英转身 只见二郎真军双手高高举起 伸了个懒腰 竟然像是从死亡中活过来一般 二郎真军体内 一股股强大的倒立 在激荡 在复苏 像是有万千龙象 在他腹中怒吼 他缓缓站起 天地随着他站起时 东摇西晃 空间剧烈抖动 便是连长生地的大罗道场 也为之不稳 被他起身时掀起的动静 所撼动 大黑狗眼泪纵横 欢天喜地地围绕那二郎真军 蹦的来去 二爷 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 你活着 真好 真好 许英看了看二郎真军 又看了看倒在地上 醉酒昏睡的悟空道人 若有所思 二郎真军攻身 轻轻抚摸大黑狗的脑袋 顺了顺他的皮毛 猛然起身 请客见 他玄弓九转 单手探出 天地间 响起一声道贺 三尖两刃刀 何在 无量火海 剧烈震荡 一口无上掀气 破空而来 穿过重重道场 嗡的一声 带着熊熊的兜率先火 落在他的掌中 这杆大罗金仙的神兵 一杆长柄如枪 顶端是三个刀尖 两刃开缝 乃近战武器 二郎真军手持三尖两刃刀 自身便是大罗道场 猛然一哑一声 一刀劈开长生帝的道场 长生帝闷哼一声 只见那刀锋芒痴痴作响 将自己的道场展开 刀锋险心来到自己面前 何方是圣 他心中虽惊 却不退反进 高声喝道 二郎真军纵身而起 抡起三尖两刃刀 一个起纵便穿过他的道场 镜子来到他的面前 三尖两刃刀直抵长生帝面门 长生帝临微不惧 身后老梅道树苍劲挺拔 道花绽放 道国青涩 却散发道光 万法不侵 但下一刻 道树被镇得轰隆动摇 道花虽然飘起一半花瓣 道光的光彩也因此受损 长生帝不敢怠慢 长袖飞舞迎战二郎真军 他另有法宝 使用自己道树枝条所炼的梅花枝 此宝极为风雅 枝头还挂着一朵道花 威力却是奇大 然而梅花之雨 三尖两刃刀碰撞一下 便被一刀劈断 乱袖飞舞破碎成蝶 长生帝身中树刀 大口吐血 身后的稻树被他记起 也被砍得稻树凋零 道花枯壁 快走 他声音嘶哑 大叫一声 率先驾驭一道仙光滚滚而去 后方中央帝军 陈朝生慌忙跟上他狼狈逃窜 二郎真军哈哈一笑 身形一纵 化作一道金光落入二郎庙中 将三尖两刃刀插在身边 家父坐下 没有了气息 悟空道人醉了 他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化作了二郎真军 让这位固有重掌三尖两刃刀 尽情的绽放九转玄弓 第千灵六十六集 无漏金身 斗战圣法 大黑狗欣喜若狂 围绕已经没有气息的二郎真军的尸体 蹦来跳去 他在跟主人撒花 他在这座仙墓中已经待了五十多万年了 自从二郎真军死后 这只大黑狗便一直待在这儿 陪伴着主人 二郎真军肉身不朽 对他来说就像是活着一般 他在这片仙墓中穿梭 会百无聊赖的去寻梅山六兄弟闲聊 但是梅山六兄弟已经死亡 只剩下执念 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话 无法陪伴他 他只能再度回到二郎真军身边匍匐在地 时不时瞥一眼二郎真军 口中只剩下乌业低鸣 像是要将曾经的主人唤醒 他守护着这座仙墓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 也没有去想过 他也不知二郎真军是否会从沉睡中醒来 他太寂寞了 哪怕四万八千年前 许应前来盗墓 他还是网开一面 逼着许应与他败靶子 结为一种兄弟 并且传许应九转玄宫的残片 就是为了让许应常来 这次二郎真军苏醒 与入侵者大战 将入侵者赶走 让他只觉得这近六十万年的等待没有白费 他也能看出来 真军并非真的苏醒 他骗自己去相信真军醒来 但是二郎真军真的顽固了 许应瞥了还在呼呼大睡的悟空道人一眼 心中默默说道 刚才那一幕 十二郎真军真的从死亡中醒来 还是悟空道人借其肉身 缅怀这位故人 他也没有看出来 刚才是否是悟空道人所为 只是心中有个猜测 许应心中微动 向大黑狗说道 天哥 到底是九转玄宫链体第一 还是无露金身链体第一 大黑狗警觉的瞥了悟空道人一眼 压低嗓音 当然是九转玄宫 二爷的九转玄宫可以肉身成圣 练到高绝之处 肉身便是大罗天 便是道场 内政天地道正自身 无露金身能与九转玄宫并驾齐驱 其实是悟空的天资太高 又吃了道祖那么多的九转大欢丹才练成的 你不吃九转大欢丹 没有那么高的天资 根本无法像他那样修成无露金身 徐映察觉到那金元明明在呼呼大睡 两只耳朵支愣起来显然在听 于是说 哦 那这么说来 果真是九转玄宫第一 悟空前辈吃的九转大欢丹 有九转二字 可见是道祖参照九转玄宫炼制而成的仙丹 用来给那些修不成九转玄宫的人服用的 那金元气得吼尾巴崩直很想跳起来与他理论理论 但还是忍耐一下来 取应健壮 心中暗自惋惜 恐怕不能骗来无露金身了 悟空道人的无露金身就算比不上九转玄宫 但也相去不多 毕竟悟空道人独坐在太上洞渊大裂缝前 靠着无露金身参悟太上道 修炼到大罗妙境 换作九转玄宫 未必能挡得住无上道的化道 金身无露 才能保住悟空道人万事不朽 等到许应的到来将他解救 许应很想见识一下这两门功法 只是悟空道人不吃鸡酱 他也无可奈何 无露金身也没有那么不堪 只是比九转玄宫稍稍逊色而已 上次你通过二爷的考验 这次你归来 我便将九转玄宫传授给你 他当即人力起来 一边口中念诵九转玄宫的法觉 一边运转玄宫 从头交起 传授许应九转玄宫 许应悄悄踢了小天尊一脚 愣着干嘛 跟着练 真的要我教你啊 小天尊醒悟 立刻跟着修炼起来 许应原本只得到九转玄宫的前面四转弓法 后面的弓法都是小天尊与他推演而来 到了第八转便已经破绽百出 对敌时很容易被人抓住破绽 此次大黑狗所传的九转玄宫 却是来自二郎真君 没有任何弓法上的破绽 修炼下来顺畅无比 小天尊本就将这门弓法修炼到第八重 肉身堪比仙君 此刻得到完整的弓法 更是突飞猛进 获益极大 他修炼了六秘族法 开启六大洞天 洞天运转 肉身活性和心力源源不断涌来 提升肉身活性 炼入体内 心力壮大气血 壮大肉身 他的力量源源不断提升 不过多时便将肉身原神道场 炼为一体 战力大增 他这四万多年来都在研究 如何修炼九转玄宫 在这条道路上进步神速 进度比许应快了许多 许应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他的肉身经过造化之气的重塑 得到心力 肉身活性两大道庙 其实已经远超等闲先王先君 但是相比他的修为 相比不灭元神 那就逊色很多 此次修炼九转玄宫 若是炼成元神肉身道场三位一体 他的肉身修为势必水涨船高 他的元神是不灭元神 成就极高 倘若元神与肉身一体 肉身的提升可想而知 尤其是正宗的九转玄宫 是要将道场炼入体内 与自身一体 而他的道场是悟空道人相赠的 如意大罗天 邪金仙硝兰山的大罗天 这座大罗天与肉身完美结合之后 他的肉身成就 恐怕更是要提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那时徐映的肉身已经有了不灭元神 再加上大罗天就是行走的人形法宝 不过 徐映修炼正宗的九转玄宫时 却发现经过造化之气重塑的肉身 与自身的不灭元神结合没有那么顺利 他的肉身还残存着造化之气的某些特性 与元神无法形成完全统一的状态 而如意大罗天与肉身的结合 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如意大罗天是邪金仙硝兰山 用先天之气炼制而成的独特大罗天 先天之气与造化之气合必 也是冲突极大 难以融合 而且大罗天中有罗天石井 是十种道妙 十种不同的力量 先天之气与造化之气的冲突 已经很是剧烈 再加上这十种力量 徐映修炼正宗九转玄宫 完全就是在自己体内 开辟一个多方混战的战场 更为困难的是 他的元神由不灭灵光和太一之气组成 与肉身的造化之气不对付不说 与大罗天的先天之气也走不到一块 徐映一筹莫展 他修炼自己修改的九转玄宫 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修炼起来顺风顺水 但正宗的九转玄宫 反而无法修炼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天尊 已经练就肉身元神道场三位一体 自己这个做老师的还是没有修成 着实有些惭愧 小天尊能帮助五弟沈落开辟彼岸 他在武道上的造诣真而不凡 修炼九转玄宫这等傻大黑粗的法门 当然轻松很多 徐映心中自我安慰 这时 他的耳畔像是传来悟空道人的冷笑声 九转玄宫徒有虚名 只是伪炼体不过皆道场和元神之位而已 徐映瞥了悟空道人一眼 只见这金元还在沉沉大睡 他不由得陷入沉思 悟空道人说九转玄宫是伪炼体 却也不错 九转玄宫其实是将道场 元神的力量与肉身的力量融为一体 在三位一体的时候 肉身的实力达到最强 但倘若没有催动九转玄宫 元神和道场没有与肉身相容 肉身便还与从前一样 第1067集 无露金身 斗战圣法 真正的炼体 应该是肉身的极致提升 只是有这种修炼法门吗 徐映的目光不由落在悟空道人身上 心中微动 难道说悟空道人的无露金身 就是这样的法门 真正的炼体 不解元神道场之威 炼化外道强大肉身 外邪不能入 自然万发不清 内道不外邪 自然金身无露 以此之身 战天斗地 不能胜也 悟空道人依旧在侧身大睡 声音却在徐映脑海中响起 此为斗战圣法 无露金身 才是天地间的第一炼体法门 我这门炼体法门 才能炼去你体内一切一种之气 混元归一 达到无露之体 徐映的脑海中断尸响起厚重的道音 与九转玄弓的功法不同 九转玄弓有功法 需要元气运转 肉身元神道场的元气紧密结合 环环相扣 但是悟空道人的无露金身 只有道音 没有功法 徐映的根本功法是太一不灭真经 倘若修炼九转玄弓 便需要修炼太一不灭真经一段时间 转而去修炼九转玄弓一段时间 耗时耗力 但无露金身却是紧紧运转 道音便可以做到炼体的效果 修炼无露金身的同时 他完全可以催动太一不灭真经 两不耽误 而且道音响起不仅可以炼体 同样也可以炼神 这门功法共有九个道音 在体内响起震动 伴随着这九种道音响起 徐映竟然察觉到肉身中的造化之气 在缓缓震动 逐渐化作一股纯粹的能量 融入到肉身之中 这无露金身 徐映惊讶不已 继续催动无露金身 如意大罗天中 大罗石井竟然也在源源不断 化作纯粹的力量融入肉身 不仅如此 他甚至感应到 另有一股奇特的力量 随之而融 壮大肉身极为高等 这股力量是 来自如意大罗天本体的先天之气 徐映又惊又喜 斜金仙削蓝山的大罗天 并非纯粹的大罗天 而是用宇宙中的一团先天之气炼制而成 没想到无露金身 竟然连先天之气也能炼化 等一下 徐映突然醒起一事 倘若无露金身把形成如意大罗天的先天仪器通通炼化 岂不是自己就没有了大罗道场 不过 大罗道场毕竟是外物 若是无露金身将如意大罗天炼化 岂不是说我将如意大罗天彻底炼入自身之中 没有了大罗天 但胜死大罗天 他想到这里 没有察觉到元神的力量被炼入肉身 想来 这是无露金身不如九转玄弓的地方 九转玄弓能够做到三位一体 战斗起来威力更大 若是许应可以修炼九转玄弓 在短短时间内便可以掌握无比恐怖的力量 直追大罗金仙 但是对许应来说 无露金身可以助他炼化体内的一种力量 甚至将大罗天也可以化作自身的力量 无疑是他最需要的 无露金身中并未包含太上道 看来悟空道人另有功法 应该是太上道之类的法门 许应学会无露金身运转自如 行起一世传音 悟空前辈 邪金仙硝兰山似乎未死 他占据天河怪花 弃取我的道法神通 试图东山再起 悟空道人声音传来 但对你来说 只是无露金身的力量而已 他的声音越来越远 许应急忙向二郎真君对面看去 只见高卧在那里的悟空道人 不知何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无露金身 通体无露 外邪不侵 内道不屑 永远维持在巅峰状态 只是这门链提法门 真的能挡住一位大罗金仙的魂灵入侵吗 许应心中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毕竟那是一位大罗金仙 倘若挡不住 自己只怕会被他罗天湮灭大法夺舍 如意大罗天毕竟是邪金仙的大罗天 许应最担心的便是他会施展出 罗天湮灭大法 所以一直没有拆穿天河怪花 唯恐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不过 倘若我能将大罗天炼化 壮大我的肉身 他便休想施展出 罗天湮灭大法 许应在仙墓中修炼两日 肉身越来越强 悟空道人偷了太清道祖炼制的九转大环丹 才将无露金身炼到太上道 也无法化去的地步 他没有悟空道人的机缘 但他体内的造化之气 大罗天的先天之气 和罗天石井的力量 却相当于九转大环丹 他修炼无露金身 进步极快 肉身熔炼 短短两日便觉得肉身 比从前强横背鱼 这是扎扎实实的提升 这几日 大黑狗不住打量许应 终于看出端倪 二狗 你师父老狗 好像资质悟性还不如你啊 小天伯父也看出来了 小天尊顿时来了精神压低嗓音 我上次听七叔说 老师因为六密受伤 因此想修炼九转玄弓 苦修五道 打开五道彼岸 结果反倒被我抢先 打开了五道彼岸 从那时候起 我便有所怀疑 大中凑到跟前 与二狗和黑狗头碰头 窃窃私语 大黑狗和小天尊连连点头 看向还在苦苦修炼的许应 脸上挂满了同情 突然 仙木地洞山摇 四面八方传来轰隆轰隆的巨响 声势害人 仿佛整个墓葬随时可能崩塌 大黑狗说道 不用惊慌 这是被镇压在仙木之下的那人 在尝试破禁 这次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尝试破禁 大中询问 被镇压在仙木下的那人是谁啊 据说是仙界的一位决顶高手 半个身子已经踏入至尊境 叫做为序 二爷当时已经有进灯窟无法杀他 只能将他镇压 他话音刚落 突然仙木剧烈抖动起来 发出咔嚓咔嚓的巨响 弹剑组成仙木的一座座道场 天空突然出现一道道裂痕 大黑狗脸色断变 失声说道 他要破开封禁了 不对 不是他在破禁 而是有人从外面破禁 试图将他救出来 第1068集 包尺赠英雄 无量火海上空 火焰如浪滔般翻涌 仿佛火海身处有庞然大雾在兴风作浪 火焰腾空 灼烧天外的星辰 星辰被那口火焰舔一口 直接烧熔 变成一颗火球 仙木四周火浪更是猛烈 汹涌澎湃 向仙木扑击 像是有无形的巨人 在疯狂攻打二郎真军的木铃 仙木中大黑狗飞速说道 二狗 唤醒你师父 咱们一起杀过去 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赶来捷御 小天尊凛然 立刻前去唤醒徐应 徐应正在修炼五露金身 正到关键时期 小天尊呼唤一声 没有将他唤醒 迟疑一下 便没有继续呼唤 而是一道缘起将徐应托起 他定了定神 为序是半个身子踏入到至尊境的存在 此人若是被救出来 谁人能敌呢 此人被二郎真军镇压 当年必定是来铲除祖庭的高手 小天尊心中默默想着 平南天军在当年也是一个顶级天军 与真武帝君对决 战死在真武关 维续却是与二郎真军对决 竟然还没死 他面色凝重 大黑狗考虑的比较少 但他思虑缜密 考虑极多 维续被镇压这么久 又被八卦炼丹炉的兜帅鲜火炼化这么久 修为实力早就大不如从前 但他残存的力量还能翻江倒海 扰动无量火海 其人的实力 只怕比当年巅峰时期的平南天军 还要强横许多 如今有平南天军是小天尊的得力壁柱 也是他手底下最强者之一 但平南天军已经是以死之人 尽管修成诗鬼仙玉 但是比生前还是逊色良多 他的实力 小天尊自愧不如 哪怕他如今修成九转玄弓 自觉比平南天军还是逊色许多 维续翻江倒海的原因 就是为了向仙界证明 自己还有价值 快来搭救自己 被练了这么久 还能保持如此强大的力量 至尊敬 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小天尊心中暗想 大黑狗荡先一步打开一条通道 向地下飞速走去 大中和小天尊紧随其好 许应泽站在一团云气上 紧随他们 这条通道直达地底 八卦炼丹炉的核心 小天尊跟随大黑狗来到通道下方 只见一条条粗大的盗链 相互纠缠 这里居然没有火焰 只有四通八达的盗链和一片广袤空间 桌里自成一界 盗链穿插交错 将一个高大的身影锁住 那个身影下居然还有一口丹炉 约有十多亩大小 炉壁上有八个风口 对应八卦 不过 这丹炉并非真正的丹炉 有形无枝 是八卦炼丹炉的炉魂 以炉火熔炼被锁住的那人 锁链从八个风口穿过 将那人吊在炉中 炉中的那人 便是半步至尊维续 小天尊目光落在维续身上 突然维续猛的抬头 在熊熊火焰中与他对视 这一刻 小天尊顿时只觉自己像是被一个绝世凶兽盯上 身躯有那么一刻陷入僵硬的状态 小天尊心中一惊 维续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他被炉魂熔炼数十年 并未衰弱不堪 反而依旧拥有惊天动地的战力 小天尊久经厮杀 最近些年因为补天成功 修为实力大增 此次修炼九转 玄公实力进步神速 但他却被维续一个眼神震慑 可想而知 维续的实力有多高 二郎真君在垂死的状态下还能镇压如此凶恶的存在 他心中暗想 突然这片天地裂开 滚滚火焰如同江流流入这片奇异时空之中 中夷帝君 陈朝生和长生帝走来 身后跟着几尊仙君 陈朝生满面笑容 长生帝则有些气血不足 应该是被二郎真君所伤 小天尊心中一沉 以陈朝生和忠仪帝君的实力 无法对仙木造成损伤 但仙木却出现裂痕 应该是长生帝亲自出手 长生帝应该是发现 打伤他的并非二郎真君 而是悟空道人 悟空道人离去 他便重返仙木 强行攻破这座仙木 搭就为序 小天尊心中暗道一声不妙 长生帝哪怕受伤极重 也还是一位大罗金仙 拥有无敌的战力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就在此时 大黑狗长笑一声 向长生帝等人飞扑过去 长生帝视而不见 二指轻轻一捏 一朵梅花浮现 梅花旋转飘飘扬扬 向封印镇压在炉魂中的围绪飘去 其中一片花瓣轻轻一震 从梅花上脱落 迎着大黑狗飞去 大黑狗怒吼一声 奔腾之中陡然现出真身 化作长达万里的庞然巨物 可吞日月山河 张开大口 连空间都向他口中跌落 他是妖族中的太古异兽 天生神圣 又练成天君 肉身九转 这身战力当真是等闲天君都不是对手 然而 飘来的那朵花瓣却越来越大 竟比他真身还要庞大 咻的一声 便将大黑狗锁住 从空中跌落下来 这便是大罗金仙的道花 仅仅一片 便将孝天犬这等妖族天君擒拿 小天尊心头一跳 急忙冲上前去 搭救孝天犬 却在此时 只见那朵梅花旋转飞过 切过一根根粗大的盗链 盗链蒸蒸作响 纷纷断去 小天尊心中一沉 先救孝天犬 然而 他还未来到孝天犬身边 便见一朵花瓣向自己飘来 那花瓣越来越大 遮住自己一切视线 小天尊奋力击打四周 但任何神通落在那花瓣磨壁上 通通失效 没有任何威力 差距太大了 小天尊心中绝望 眼看便要被那花瓣禽住 突然眼前的花瓣上 一片山水映入眼帘 随即 花瓣成片成片破灭 小天尊又惊又喜 只见山水障天 只不知何时飞来 将缠绕他的那片稻花 打得粉碎 随即 落在缠绕大黑狗的那半稻花上 尽管那道花是长生帝 这位大罗金仙的道花 但面对山水障天尺这等至尊法宝 也难以抗衡 一敲击碎 山水障天尺救下一人一狗 正要飞回 突然长生帝哈哈大笑 飞身赶来 探手向山水障天尺抓去 明尊如今怪不得我了吧 第1069集 宝尺赠英雄 他等待徐映记起山水障天尺的机会 已经等待多时 此刻见到障天尺被徐映记起自然欢喜无比 然而 就在他手即将抓住障天尺的那一瞬间 另一只修长的大手已经抓住这杆尺子 长生帝脚下突然浮现出一道金色长桥 将他身形拖起 长桥两端 玄黄之气弥漫 形成一幅玄黄太极图的瑰丽景象 而在他头顶 鸿蒙如天地出盘 混源无极 正是一幅鸿蒙无极图的景象 而那修长大手主人正是徐映 脚步落在太一金桥上 抄起山水障天尺 翻身向长生帝打来 这一尺落下 顿时长生帝眼前一道道 山水障天尺的尺影铺开 同时向他打来 长生帝哑然失笑 长袖飘舞 迎上山水障天尺 已经欲与我动手 还卖弄您的上界粗浅的神通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明尊 你神机妙算 应当知道不是我不欲给你面子 而是这小子太过分了 他长袖挥洒 将一道道吃影荡去 两人在金桥上交锋 任由山水障天尺的威力其大 也无法接触到长生帝分毫 如此交战八招 长生帝面色一沉 八招之内他竟然未能擒下许应 着实大丢颜面 就算他被悟空道人重伤 道树险些被毁 也不至于有如今的战果 突然他栖身近前 道果飞出 一抹道光从道果中射向山水障天尺 许应手臂酸麻 障天尺脱手飞出 长生帝冷哼一声 从许应身边掠过 衣袖浮在许应背上 明尊挑选了一个好祭品 他这一服 没有了杀死许应的心思 但绝对要将许应重伤 让几十年甚至百十年都恢复不了元气 长生帝接住山水障天尺 轻飘飘的落地 侧头向后看去 只见许应从太医金桥上跌落下来 口中吐血 面色惨淡 长生帝冷笑一声 飞身离去 哼 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他飞去的一刹那 缺见许应愉悦而起 身材异异 伤势竟然在请客间痊愈 长生帝心中亥然 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他那一服虽非全力 但就算是服在天军身上 也足以要了对方一条命 然而这一服落在许应身上 却只让对方咳了一口血 明尊啊明尊 这小子成长速度太快 你当心阴沟里翻船 长生帝摇了摇头 没有补上一击 他自视甚高 许应既然接下了他一击 那么他便就此放过许应 他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也不理会中夷帝君和陈朝生 也不在乎刚刚脱困的围续 竟自飞升而起 飞出这片时空 冲出无量火海 向仙界而去 长生道友 道人有礼了 长生帝欲回归仙界 突然一个苍老声音传来 寻生望去 只见一位白发老翁 满面笑容 行走在火海之上 向他棘手见礼 长生帝停下脚步 道人有礼 道人拦下我 所为何事 长生道友 你手中的尺子是有主之物 你强行夺了去 我恐怕你将会遭劫 因此出言相劝 长生道友为了自己的安慰 党丢下此尺 物归原主 长生帝扬了扬眉 老汉 我手中的尺子 换作山水仗天尺 乃至尊法宝 我祭练了四十万年 你一句话便要我丢下此尺 我岂不是还没有颜面 你想要我的尺子 那就手上剪真章 那老道连忙笑道 非是我要夺这尺子 而是这尺子的原主人 不愿意把尺子给你 道友既然不愿放手 那么道人也不好多说 道友请便 长生帝冷哼一声 打亮他两眼 正欲记起仗天尺 打死这个老道 却见老道身形猛的一尘 钻入无量火海中 消失无踪 算你溜得快 他飞身向仙界而去 突然手中山水仗天尺 猛然迸发出恐怖威力 挣脱他的手掌 长生帝五指折断四根 虎口鲜血淋漓 被那仗天尺当头敲了一记 顿时血流满面 浑浑噩噩噩 他心中一片惶恐 只见那山水仗天尺击伤他之后 呼啸而去 钻入火海之中 消失不见 许英暗算我 他正欲捉一曲 突然停下脚步 身上都是冷汗 不对 许英没有这等法力伤我 出手的不是许英 那么还能是谁 长生帝不禁打了个冷战 不再留恋仗天尺 闪身而去 仗天尺的原主人 还存活在世上 瞧我那一记 便是对我的警告 他心中惶恐不安 此尺还在原主人的掌控之中 我身家性命 差点也在人家掌控之中 等一下 刚才的那个老道 是什么来的 为何知道此事 无量火海下 二郎真军布下的神秘时空中 滚滚火焰不断奔流 将大地吞没 炉魂中 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飞起 带着一条条道链 冲天而起远离此地 忠仪帝君 陈朝生和那几位幸存的仙君纷纷跟上他 陈朝生高声说道 维续道兄 家师来自大罗天上 请道兄前往大罗天遗物 这片天地被维续破开的一瞬间 顿时漫天鲜火从天而降 铺天盖地般压下 徐英语大黑狗忠野小天尊 立刻飞速撤退 向仙墓中撤去 他们前脚刚走 适才挡住长生帝的那老道后脚变质 正是李狠天兜率宫的太清道人 太清道人无视那熊熊的兜率先火 随手招来炉魂 好友 六十万载不见 如今你总算可以回来了 他飞升而起 无量火海在剧烈的震荡中 冉冉腾空 漂浮在祖庭与诸天万界之间 此时无论阴间还是诸天万界 都可以看到无尽的亮光 以及一个巨大的八卦炼丹炉 那丹炉飞速缩小 很快那惊天动地的异象 便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 同一时间 徐英小天尊和忠野 跟着大黑狗冲出仙墓 只见仙墓漂浮在一片虚空之中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无所依托 他们正在惊讶 忽然一道光芒飞来 徐英不假思索抬手抓去 只见山水仗天尺 回到他的手中 怎么回事 徐英错愕万分 难道长生帝见我不凡 便把这件至尊法宝赠给我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升 由头驼渊和一大群培音小伙伴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千灵七十集 至尊你也配 山水仗天尺 失而复得 让徐英喜出望外 但是他又担心 长生帝在尺中做手脚 于是反复观察试探 又祭练几遍 这才安心 是才他借助仗天尺 在太医神桥上 与长生帝相争 竟然接下了长生帝九招 让他心中欢喜无比 对仗天尺更是喜欢 此宝落在他的手中 如同戒齿 又似一柄长剑 可以施展剑法 同时只要他催动此宝威力 便会有尺影布满四周空间 让人无从抵挡 若非对手是长生帝 换作他人 早就被他打杀了 而长生帝轻浮在他的后心 那一击也是极为恐怖 但是好在许映的乌露金身 有所小成 没有被长生帝打死 长生帝那一服 力量惊人 打入他的体内 袭衣之欲 动荡如风暴 大罗道场 实景错乱 但是许映运转 乌露金身 体内的一切一种力量 都飞速被炼去 许映非但伤势痊愈 反而感觉到自己的修为 竟然因为长生帝这一击 而提升了少许 令他欣喜若狂 无露金身是第一种 可以同时运练他的大罗石井 用石井力量来淬炼 提升肉身的功法 对他肉身提升极为迅猛 更为关键的是 这门功法挨打 还能提升功力 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许映心中暗自揣度 武功道人处于什么心理 开创了这门挨打 提升功力的炼体法门 无露金身最大的好处 是可以炼化体内的造化之气 他体内的造化之气 是归到玉盘 为他重塑肉身时 将造化之气流于体内 将他肉身改造为造化圣体 比从前强横许多 但是后来 许映在武装馆 对决帝军分身 在灭绝先阵中 肉身毁灭 只剩下不灭元神 那时许映义不灭元神 滋生肉身 新的肉身 原本应该是纯正的肉身 不再是造化圣体 然而 他复原的肉身 还是造化圣体 归到玉盘中 造化之气 帮他恢复肉身 可能未必是好意 如今无漏金身 可以炼化造化之气 也可以让他摆脱 可能被归到玉盘的主人 操控的命运 悟空道人 大概是我遭遇的 唯一一个没有在我身上 动心思的存在了 这山水丈天池 只怕也有很大问题 但只有悟空道人 是处于报恩 才帮我这么多 是性情中人 与此同时 忠仪帝君和陈朝生等人 飞速追赶脱困的围续 主见前方天地元气 滚滚涌动 形成云气 化作万里乌云 天地元气 在那乌云中旋转 形成一个巨大的磨盘 磨盘中心 伴随着阵阵雷音 无数雷霆 咔嚓咔嚓 劈来劈去 陡然间 一道粗大无比的灵气 从天而降 注入围续的体内 维续身形移动 天地元气形成的乌云 也随之移动 这身凶器 当真是惊天动地 忠仪帝君 暗自心惊 维续成名很早 早在六十万年前 便已经名懂天下 是鼎鼎有名的战斗狂人 曾经为仙界 立下无数汉马功劳 当年忠仪帝君 只是个小小的仙人 在仙界排不上名号 而维续光芒万丈 被誉为最有希望 成为至尊的存在 当年维续便是 他需要仰望的存在 忠仪帝君 修炼到现在 竟然发现自己 还是要仰望他 不过维续成名快 消失也快 突然间 便从仙界销声匿迹 没了踪影 所有人对维续 都绝口不提 仿佛这个人 从未存在过 毕竟那时 创业出城 仙界出力 大家都等着分功劳 分功劳的人 能少一个 他们就分得多一些 直到这次 才有人传令 让忠仪帝君 和陈朝生 来搭救维续 毕竟 此次三界 潮汐危难重重 能多一个强者 分担危险 自己便少一分危险 各种道理 大家都懂 为续飞离无量火海 静自来到祖庭的 核心地带 私下巡视 突然在一座圣山上 降落下来 此地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 圣山盛产 先灵之起 极为不凡 还有一个祖庭宗门 建在这里 约有四五百人 很是兴盛 但下一刻 天地旋转 整个圣地扭曲 连同附近的 山岳一起卷曲起来 化作一个方圆千百里的洞渊 悬浮在 维续头顶 这圣地中出产的 所有先灵之气 如同遭遇了疾风 被吹拂着 拉扯成白色烟气 从洞渊中流出 流入维续体内 不仅如此 现在此地的祖庭宗门 所有弟子 一身惊气 飞速流逝 很快便古兽如柴 金丹话去 原神哭死 短短片刻便魂飞魄散 圣地中还有几位仙家 都是祖庭新晋的仙人 作为宗门的宗主或者长老 实力不足 但面对半个身子 跨入至尊境的存在 他们也仅仅是多坚持了片刻 便先欲腐朽 原神涣散 身死盗消 至于洞渊中千百里江山 江河蒸发 草木枯萎 什么仙药灵药 通通请客间便灵力进去 化作焦土 便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也化作一句句白骨 围续将这片天地的灵气和元气 榨取干净 放松下来 将是才形成的洞渊舒展开来 只见那片圣地 宛如被皱干水分的毛巾 一点生机都没有 只剩下累累白骨 陈朝生 忠仪帝君等人追到这里 见此情形 心中悚然 听闻当年维续得到命令 来到祖庭这里 要将祖庭所有余孽斩草除根 一个不留 此人果然心狠手辣 难怪会被委派执行这等任务 维续被八卦丹炉炼了数十万年 一身修为几乎被练得油尽灯枯 此次脱困 当然要第一时间汲取天地灵气 补充这些年来耗损的修为 刚才吸收那座圣地 他的修为恢复一些 气势更加惊人 带着森然的压迫感 陈朝生飞升而来 远远叫道 喂前辈 家师九天之上的罗圣人 请阁下留步 原来是罗罗怪的弟子 没想到这几十万年不见 他已经被尊为圣人了 微续冷笑 我被困在无量火海中 长达五六十万年 罗老怪一直都没有去救我 现在救我 可见是要利用我 陈朝生停下躬身 弟子临来前 家师告诫弟子 说这些年之所以迟迟不救为凶 是因为前辈的结束未满 直到现在前辈结束才算圆满 唯续面目森然 哈哈哈哈 鬼扯一般的理由 先前不救我 无非是不想把当年许给我的权利地位给我 现在救我 只是要我为他拼命而已 他目光如点 向陈朝生中夷帝君等人扫去 不像是看人 而像是在看几个肥嫩多汁的食物 中夷帝君等人被他注视 心中均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他要吃我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他们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微续的身形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一尊先君身后 探手一抓 便将那先君一切变化所死 将其抓在手中 他身躯高大 四肢健壮无比 浑身肌肉 即便是脖子上 也都是隆起的肌肉 大义常人 竟然张开大嘴 真的将那先君三两口吃下 终于一帝君 陈朝生等人亥然 各自后退 祭气法宝 严阵一带 微续吞下那尊先君 催动功法 将那先君的元神 肉身中的先灵之气提炼出来 过了片刻 微续张口吐出一颗头骨 这东西不好消化 终于一帝君 陈朝生看到他的笑容 只觉惊心动魄 连打了几个哆嗦 微举彬彬有礼 你们不用担心 我平日不吃人 只是被困五六十万年 没有尝过昏星 有些馋了 又需要海量的天地灵气 来恢复体能 所以吃个人尝尝味道 他嘴角带血 我虽然不耻罗老怪的为人 但毕竟他派你们救我出来 我不能把你们都吃了 否则 罗老怪还要埋怨我一大欺小 你们出门 没有带着洞渊 终于一帝君 陈朝生等人各自摇头 他们此番下届 本是隐秘的事情 带着洞渊下届 目标太大 先停盘问 不好交代 何况终于一帝君 本来就是闲差 没有实权 若是因此被剥夺帝君的封号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为君失望 罗老怪还是这么小气啊 看来我只好在祖庭 多吞噬一些圣地 来恢复实力了 他胸向毕露 突然他心有所感 望向远处 不由的眼前一亮 居然有人送上门来了 这座洞渊不坏 陈朝生忠夷帝君远远望去 只见那座洞渊极为明亮 洞渊内部空间方圆十万里 多玉与山 仙草 仙药 忠夷帝君认得 这座洞渊换作盈州 是当年帝仙界的十大洞渊 由帝仙界的盈州圣地炼制而成 本是帝仙界的一部分 此洞渊可使人修成天君 不过我听闻 这个洞渊被人打得裂开 一分为三 现如今已经跌落到先君洞渊 被反贼许应盗走 陈朝生说 我们在二郎真君墓穴中 遇到反贼许应的时候 他的头顶的确有这么一个洞渊 维旭舔了舔嘴唇上的血 嘿嘿笑着 我得此洞渊 便不用吃你们了 将这洞渊吞了 我便能恢复七八成的实力 忠夷帝君打了个冷战 这老魔头刚才说不吃我们 没想到心里还惦记着吃我们 维旭没有道德理念 对吃人丝毫不放在心上 他若是一个圣地一个圣地的吞食 固然可以恢复到巅峰 但耗食太久 不如直接吞掉忠夷帝君 这等高手来得方便 吞食其他人恢复修为 他虽然不乐意做 但是也没有少做 大黑狗寻着 维旭飞去的方向赶去 许应 小天尊和大中联盟追上 大中叫道 狗爷停下 对方实力太强 从长计议 大黑狗直奔维旭所在的方位 而去 这是二爷给我的任务 二爷临终前让我镇守仙墓 若是贝内斯逃了 我死后怎么向二爷交代 许应微微皱眉 看向前方那惊天动地的天地元气漩涡 如此大规模的元气漩涡 他前所未见 这个微续的实力 着实非同小可 脱捆之后 立刻来到祖庭吸收天地元气 让自己的修为实力恢复 心态也是稳得很 神婆声音从营州中传来 仙主 不要往前去了 那人已经在至尊境的边缘 再往前走 其凶难料 其凶难料 许应心中凛然 神婆的意思是 她已经无法算到那人的心思 无法推算那人的神通 算不准 正是至尊境的存在的特征之一 被二郎真军镇压在此地的围续 修为境界 真的到了这等程度了吗 此人的道行极高 只怕还在帝君天尊之上 我若是算他 必会被他察觉 反来杀我 仙主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许应犹豫一下 放慢速度 就在这时 一片白骨映入她的眼帘 那是一片村镇 镇上到处都是森森白骨 或站或卧 仿佛人们在一瞬间死去 来不及有任何反应 便血肉全无 她向前望去 前方有更多的白骨 田野中树荫下 成锅里处处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生机 这是至尊的仙道 他声音有些沙哑 手指有些颤抖 这与他想象的 至尊仙道不一样 至尊仙道 不应该像是 清玄道人的 太虚石井吗 不应该像是 他的大罗石井吗 夺天地灵气 夺众生生机 这是什么狗屁的 至尊仙道 许应脚步加快 突然说道 沈婆帮我 沈婆正住了 帮她 怎么办 就在这时 她突然有所察觉 回头看去 只见营州洞渊上空 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太医洞渊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距离尘势更近了 先祝强行拉来太医洞渊 这是要拼命了 神婆咬牙 古艺 天纲 来助我一臂之力 举应很快超越大黑狗 大黑狗也是微微一正 连忙加快速度 先祝弊 这是我的事 与你无关 举应 鼓荡气血 震荡法力 身后一座座巨大的先王法宝 飞除 构成体外九大境界 他的脑后 如以大螺天运转 道场如同一道光运挂在身后 举应超齿在手 目光落在那尊高大的身影上 他低骂了一声 狗尸的 身形如离弦之剑般冲出 大黑狗正住了 但是觉得许应不是在骂他 嗯 许应冲出的一瞬间 小天尊 大黑狗和大钟 从他身后的阴影中冲出 分别迎上中夷帝君 陈朝生和那几位幸存的先君 第千灵七十二集 必中一尺 唯绪身躯窥然而立 看着向自己冲来的许应 我常见人间有飞蛾扑火之辈 本领不怎么样 却怒法冲冠 会议时的一起而折损性命 六十万年过去了 我原以为这类人已经死绝了 不曾想世间居然还有 他的法力爆发 四周天地顿时扭曲旋转 空间仿佛不存在一般 被他折叠成任意形态 可惜啊 今天又少了一个 如此霸道绝伦的法力 徐应前所紧见 但下一刻 山水仗天尺便在徐应手中铺开 擒车间近乎所有扭曲的空间 都遍布掌天尺的踪影 一发向维旭打来 至尊法宝 维旭惊恶 不加思索右手重重握拳 顿时四周扭曲的空间被他握在手中 层层叠叠叠的山水图消失 只剩下一尺 啪的一声 落在他的拳头上 他的拳头顿时被打得皮开肉绽 山水仗天尺 围续胸眉跳动 左手已经一拳打在徐应身上 咚的一声闷响传来 他面前的空间突然破开一个大洞 巨大的力量倾斜 压迫着徐应的身躯 从那个空间破洞中飞出 下一刻 摇在八百里外一座山栏突然炸开 却是徐应被他这一拳 打得从空间的另一端飞出 砸在那座大山上 这一击好声沉闷 远远只见那座山头炸开 乱尸腾空 一颗颗巨大的石头飞在空中 看似速度极慢 这是由于距离太远造成的错觉 倘若来到跟前 便会看到乱石惊空的可怕一幕 不自量力 维续抬起右手 只见自己的右手皮肤炸开 露出几节血白的止骨 正有血液从旁边渗透进来 他的中止止骨 被那一吃打得骨缝有些裂开 倒立在骨缝中弥漫 相互交织 此宝若是由至尊借起 还可以让我受到道伤 但由你借起便差得远了 维续运转法力将裂开的骨缝中的倒立炼去 手上的伤口很快痊愈 好小子 哪里来的至尊法宝 他仰起头 望向远处还在崩坏的山峰一眼 心中有些诧异 至尊法宝极为难得 因为至尊竟是无比困难的境界 难以炼成 相比来说 大罗金仙这个旧日的境界更加容易修成 但想修成至尊 难度比大罗金仙困难了百倍不止 因此至尊的数量极少 大罗金仙反倒很多 至于至尊法宝 更是少见得很 维续能够在八卦炼丹炉中百炼不死 但是面对山水仗天尺 尽管记起磁宝的人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鬼 作为实力也不是如何强大 却能凭借磁宝伤他 这山水仗天尺的主人一直是个谜 当年我诗那个时代 诞上了许多奇才 也不知是何人炼成磁宝 听闻磁宝有个绰号 叫做避种一尺 意思是说 只要磁宝忌起 对手无论施展什么法宝 什么神通 都会挨上一尺 不过 不管是哪位至尊的 如今都是我的 他刚想到这里 突然眯了眯眼睛 只见八百里外的山峰上 正有一个细小的身影 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 站在那座已经残了的山头上 古当气血 似乎在运炼什么法门 我没有打死他 维旭 瞪远眼睛 惊讶不已 这五十多万年来 我被兜率 线火烧得太狠 这时修为恢复 还不到一成 力量不如以前 他能看得出来 许应的修为 其实并不怎么高 对他修为 产生最大的提升的 还是他身后悬挂着的 那九件法宝 对于维旭来说 这九件法宝的威力 不过RR 普通的先王法宝罢了 但对于许应而言 这便是他的九个外在境界 每个外在境界 带给他的提升不是很大 但法宝内部 还拥有先王般的法力 九大法宝 便相当于九尊先王 带给他的提升 非同一般 但对于维旭来说 依旧不过RR 承受他那一击 就算许应的九件法宝 是先军法宝 也会被他一拳轰杀 但是许应竟然没死 这小子的肉身 小些意思 维旭刚刚想到这里 却见许应的伤 似乎痊愈 从崩起的乱石中 冲天而起 脚踩一颗又一颗腾空的巨石 向这边飞奔而来 他一边飞奔 一边祭起山水 仗天尺 微虚脸色微扁 抬手须须一压 顿时许应头顶的天空 轰然崩塌 一个巨大的掌翼 直接碾压着许应狠狠地 砸在地上 大地震颤 不断沉降 地面一道道 深不可测的裂痕 四面八方延伸 但是太年轻了 微虚收手 淡淡说道 你动用至尊法宝 伤我一次 便是你的极限了 我岂能给你第二次 伤我的机会 他转过身 看向正在交锋的其他人 小天军迎上中夷帝君 中夷帝君是先帝至尊 和九天之上的存在 出行时的司仪官 掌控大大小小不同的中企 天军境界的修为 催动大大小小的中企 打得小天尊 节节败退 此人的炼体法门 也是极强啊 肉神道三为一匹 能在天军手底下 坚持这么多会合 颇有些二郎真军的风范 微续目光落在 正与陈朝生交手的 大黑狗身上 却见这条狗的修为实力 竟然比小天尊还强一些 只是陈朝生 师承九天之上的罗圣人 道法神通 要远比笑天犬精妙 将笑天犬压在下风 这条狗修炼的也是九传玄 很是不错 微续目光落在大钟上 却见这口大钟 将几位先军 打得抱头鼠窜 狼狈不堪 不由得错愕万分 那口大钟 居然还有一枚青色的道果 俨然是大罗金仙的法宝 但是又不像 这口钟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法宝 但不像法宝 我还未见过 如此奇怪的雾虫 不许管他 吸收了他们 再加上迎州动员 我便可以恢复到巅峰状态 那时来到九天之上 谈条件 也有些敌情 他刚想到这里 突然心生警觉 不假思索 挥手拍去 他的左手迎上一个尺壮物 断之不妙 立刻将修为提升到极致 护住自己的左手 碰一声 无比恐怖的威能 在他的左手与丈天尺之间迸发 炫目的道光 甚至让维续眼前一片模糊 看不分明 但他战斗意识实在太强 经历的沙发实在太多 已然侵入道光之中 一掌拍在许英的头顶 只听轰隆一声 许英像是跟钉子 被他拍入大地深处 维续面色阴沉 只见自己左手鲜血淋淋 山水丈天尺 号称臂重一尺 果然名不虚传 他竖起指头 向那大洞不断戳去 一道道惊天动地的指地 打入大洞之中 精确无比的击中在 许英的天灵盖上 为续连续十几指 打得许英沉降千里 没入滚滚的熔岩之中 这才罢休 他隔空探手一抓 地壳深处 许英不由自主的 自那大洞中升起 第千灵七十三级 必中一尺 维续笑着说 就算你是二郎真君在世 我这十几道太虚神旨 也能将你的天灵盖捅碎 小鬼 你能伤我两次 就算拥有山水仗天池 也算是不弱 在我杀过的高手中 你能卫廉千百 他将许英尸体拉出地壳 打算收割营州洞渊 不料那尸体刚刚飞出大洞 便见漫天山水扑面而来 维续心之不妙 立刻闪身躲避 啪的一声 许英这一尺准确无比 敲在维续的天灵盖上 维续头脑昏沉 怒上心头 恶向胆边 张开血喷大口 抱贺一声 许英四周空间 被贺声震得纷纷崩塌 许英也被震得眼耳口鼻一血 许英催动无露金身 这一声道贺 侵入他体内造成的恐怖破坏 顷刻间便被无露金身吸收 化作磅礴的力量 融入到肉身之中 原神之中 他的原神站在神桥境界上 居然迎着仙光仙风 再度向前跨出一大步 即将接近欲经天关 只要破开此关 便是第三寇关期 跨过此关 便可以进入飞升期 许英原本距离 第三寇关期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万万没想到 来了维续几记神通 居然修为进步神速 但他也面临着极大的凶险 维续的力量霸道绝伦 无露金身只能让他化去打入体内的力量 强大肉身原神 但倘若侵入体内的力量太强 无法化去不说 说不得还会暴体而亡 这一声道贺中 许英只觉无露金身也隐隐有挖解趋势 急忙系起太一金桥 催动十大洞天 顿时滚滚力量 疯狂涌来 在暴鹤中保全自身 他落在太一神桥上 维续的道贺力量便没有那么强大 你是我师弟 维续那雄壮身躯东的一声 落在金桥上 望向许英头顶的那十大洞天 神态有些错愕 不对 老师走得那么早 不可能还收一位徒弟 维续冷笑一声 杀上前去 身后竟然也浮现出一种种绚丽的大道之景 他的大道之景共有八个 分别是混沌之海 玄黄二气 流离近空 不灭灵光 欲经仙城 太极仙玉 生死神桥 无顶长河 他未曾炼成虚空与混元两大道景 但他的道法路数 于许英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许英看到这一幕 顿时醒悟 他是清玄的传人 太须知境的十种瑰丽景象 是清玄道人的十大道庙 维续走的路数 也是这种路数 应该是得到了清玄的传承 不过 维续只修成八景 未能炼成十景 而且这八景也已经干涸枯萎 应该是被二郎镇军镇压后 经过八卦炼丹炉和近六十万年焚烧 把他的道庙炼去所致 被炼了近六十万年 大道八景依旧清晰 维续的实力实在是恐怖 砰个一声 维续一手挡住砸下的仗天尺 一手掏在许英的小腹 将许英打得身形攻起 向后飞去 维续追上 挥拳如狂风骤雨 疯狂的向他轰去 请客间许英便中了数十招 许英体内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他的不灭元神 近乎是撞开玉京天关 将这座天门完全打开 许英运转无露金身 被打得鼻青脸肿 遍体鳞伤 牙齿掉了不知多少 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是修为却以从未有过的速度提升 他又惊又喜 欲经天关洞开的刹那 他的修为再度提升 无露金身和不灭元神 也再上一层楼 许英叫了一声 打得好 还敢嘴硬 维续怒不可遏 一掌打断许英的左臂 并指一戳将他胸口刺穿 许英脸上却露出欢快的笑容 维续毛骨悚然 许英只觉修为再度飞速攀升 修为直奔飞升期去了 以这个速度只怕要不了多久 他便可以渡劫飞升 成为人仙 你就这点能耐吗 许英吐出一嘴烂牙 他记起仗天齿啪的一声 打在维续脸上 仗天齿必中一尺的传说 还是没有被打破 维续怒喝 将许英举起 双手向两旁重重一撕 没能将他撕开 只好将他灌在金桥上 许英躺在桥上 挥舞仗天齿 奋力反抗 以仗天齿施展剑法 剑光纵横 与维续抗衡 但他越反抗 维续打得越狠 很快两人身上 到处都是伤口 维续也察觉到 许英的修为 在这短短时间 便又有不小的提升 又惊又怒 心想着 难道老师还没死 在那次袭击中 活了下来吗 这不可能 他的实景 明明融入到太虚重了 老师好偏心 他怒不可遏 他将十大道警 全都传授给这小子 却不传给我 还有 这小子挨打就变强 莫非也是老师 这段时间创造了攻防 说是老头子当年 传我这门攻防 我被困在八卦炼丹炉中 数十万年 早就修成至尊敬了 突然 许映手中的山水 仗天尺啪的一声 将维许抽飞 维许心中一惊 随身落下 却见自己依旧落在那太一金桥上 金桥两岸 玄黄二气奔腾演化 他仰头望去 头顶鸿蒙无极 太极无极变化 自成一界 将他困在其中 维许挑了挑眉毛 突然向后猛的一跃一翻 落在万千里外 他落下之地 还是一道金桥 许映扶着金桥 摇摇晃晃站起身 抹去嘴角的血 唯许腾空而起 向天外断去 转席间 飞行不知多少万里 穿过不知多少时空 但停下时 自己还在金桥之上 师弟 老师好偏心啊 穿了你这么精妙的神通 维许露出极度之色 师弟 许映正住了摇头 你认错了 我不是你师弟 维许突然脸色巨变 颤声说道 师尊 你 你还活着 第千灵七十四集 众判亲离 练就石井 又是上清道门的传人 精通黄庭经和上清大洞真经 修成太极与无极 这不就是自己的师尊吗 不就是清玄道人吗 微续心中只剩下惊恐 清玄道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早在他被镇压之前 就已经死了两万年了 而且清玄绝不可能复生 因为出手对付他的人太厉害了 根本不会给他任何复生的机会 但是 这世上任何事都难逃 万一 万一清玄没死呢 许映脑筋立刻活落开来 傻孩子 你终于看出来了 没错 我就是清玄 来 我传你这门功法 你修炼之后便会正德至尊 他打定主意 传维续一门漏洞百出的功法 只要维续敢学保管 一炼就死 维续听到这话心存狐疑 仔细打亮太一神桥 悬起的心放松下来 我先前磨正了 还以为你是老师转世 但你这门神通还是太粗陋了 若是换作老师炼成这座金桥 一定会精益求精 让此桥变得更为完美 许映不甘心 喝到 孽障 你再想想 不要辜负为师的考验 微续仔细观察他的螺天石井 你的螺天石井的确精妙 但还是不如老师的螺天石井 不过 你对元神不俗 恋就不灭真灵元神 着实强大 别说天仙 就算是先王先君与你对决元神 也远不如你 他不殴打许映 反倒夸赞起来 让许映隐生出一种不妙的感觉 宰种 过来打我呀 许映喝到 你的神通接触到至尊边缘 你的元神接触到至尊边缘 螺天石井是道行 你也接近至尊边缘 你欠缺的是修为境界和肉身 微续对他的挑衅出耳不闻 你显然是修炼了一门奇特的功法 这门功法能够练化别人的一种大道 提升自己的修为实力 你被我打得这么惨 一直为死 修为却在提升 这应该是一门炼体的功法 许映见他不来殴打自己 便挥舞着掌天石镜字杀过去 被人镇压五十多万年的窝脑费 打我呀 微续气得脸上轻轻乱跳 哼 打你 你也配 你也配 啪的一声 许映一尺敲在他脑袋瓜子上 懦夫 打我呀 微续顿时血流满面气的浑身发抖 他爆喝一声 许映露出期待之色 然而却见微续没有向他出手 而是小山般的拳头向太医神桥砸下 太医神桥尽管是至尊级的神通 但是许映毕竟不是至尊 被他一拳打得不满裂痕 微续第二拳砸下 神桥裂痕更多 你的练体之法 可以将外在攻击化作自身的力量 壮大肉身原神 我攻击你的次数越多 你的实力便越强 微续连中树齿 被打得遍体鳞伤 但我已经想出了破解之法了 许映催动山水掌天使 狂风暴雨般的向他攻去 然而 微续第三拳轰出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太医金桥破碎 太医神桥再也困不住他 被他纵身逃脱这片空间 就在这个短短片刻 微续中了十多尺 被打得皮开肉战 狼狈不堪 在陈朝生 忠仪帝君等人看来 分明是微续不敌徐应 被徐应困在桥上 劈头盖脸一顿打 狼狈地逃出神桥 他们心中凛然 许映这么厉害 此疗竟然连维续都不是对手 若是冲我们来的话 维续身躯愈发伟岸 突然探手一抓 便探入许映的 迎州洞渊之中 竟欲将迎州洞渊撕开 师弟 你在这迎州洞渊中藏了什么 迎州洞渊中 神婆 孤叶 袁天刚等人正在疯狂推演 演算微续的出手 刚才许映能一次次避开 微续的致命打击 成功存活下来 与他们拼命推算 微续的出手 有着莫大的关系 许映靠他们指点 避开致命的招式 尽量让微续落在自己身上的神通 无法对自己产生致命伤 因此才能保全性命 神婆算力不足 无法准确算到微续的每一个动作 但是再加上 孤叶和袁天刚的辅佐 算力大增 推算微续的招法神通 可以算对五六成 这五六成的准确率 再加上许映的无露金身 足以保住许映不死 然而 这次微续突然出手 撕裂迎州洞渊 便让他们暴露出来 众人心中大惊 微续强大的气息冲击过来 让众人一个个气息运转不长 难以与他的气息抗衡 此人太强 强大的无需出手 便可以左右他们生死的地步 原来是有神算在算我的一举一动 微续冷笑 探手抓来 眼看众人便要全军覆没 突然山水障天尺袭来 将微续打翻一个跟头 众人惊魂服定 许映池 仗天尺攻来 施展金河建军所传授的剑道 长齿纵横 伴随着一道道山河虚影 神妙难测 你焉知你这番举动不是在神算之中 微续 你被镇压数十万年 修为不复从前 连神算算计你也不知道 这次你必将败亡 金河建军虽然是先军境界 但道衡早已到了天军境界 因为为人耿直 在仙界被人穿了许多双小鞋 没有足够的资源提升到天军境界 但是他的剑道着实精妙 许映本身便是剑道大行家 再加上自恶诸仙剑气 迟迟与续对战倒也可攻可守 尤其是山水仗天尺 催动之后便向外铺张 一分二 二分四 四分八 不断递增 剑光移动 山水铺满四周所有空间 避重一尺 打得为续难受无比 为续疯狂进攻 几次三番手掌探入营州 但是都被徐英挡下 营州中众人心惊肉跳 神婆连忙厉生说道 古业天军 属于我一起推算他的招法 不得耽误 孤叶仙子和袁天冈 原本被维序所震慑 一时间忘记了推算 文言连忙集中精神 刚才他们忘记推算 许映拼了性命 挡在营州面前 这才保住他们的性命 短时间内尚可 但是时间一长 许映的无露今身 只怕难以承受维序的攻击 孤叶仙子轻轻挥手 维序身上一道道 因果线浮现出来 他根据因果来推断 维序的出手 每一道因果线 都是维序将要施展的招式 这些招式之间的因果关系 很轻微 因果线也极为纤细 微不可查 而且 因果线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有可能会因为战场局势 变化而变化 很难把握 因果线扎根在维序身上 如同一根根蛛丝 纤细无比 而维序便相当于提现木偶 被这些因果线所操控 按照因果线对应的招式来施展神通 修为越高的人 此类的因果线便越纤细 越是难以绝察 古叶仙子原本无法察觉 维序的因果线 但他这段时间进入营州之中 汲取营州灵气修炼 修为大有精进 如今已经真至天仙境界 再加上维序被八卦炼丹炉焚烧了 五十多万年 如今修为尚未恢复到异成 他已有心算无心 因此可以将这些因果线提炼 倘若我可以更改这些因果线 来让我维序施展无比他预定的招法 岂不是可以将他击败 古叶仙子想到这里 立刻尝试修改这些因果线的次序 心中坠坠不安 不知道是否能成 维序与许应交锋数十个回合 眼中凶光闪动 心想着 小师弟这段时间没有施展出金桥 这说明金桥消耗极大 短时间内他难以施展第二次 既然他施展不出 那就挡不住我攻入营州 只要吞噬这座营州 吃光那些算命的 便可以随意拔弯他 他刚想到这里 手中施展的神通却打在空处 远处一座山头轰然炸开 许应趁机以仗天尺催动诸仙剑气 一剑刺来 维序中了一尺 随即鼓荡修为 将侵入体内的诸仙剑气通通抹除 手掌斩在仗天尺上 震得许应虎口开裂 握不住仗天尺 维序正要抓住此尺 手掌探出 却抓在空处 心中一正随即醒悟 敢算计我 他的神识无比强大 尽管只剩下一成的神识 依旧洞察虚空 察觉到孤叶仙子 在算计自己的因果线 当即便要鼓荡神识 顺着这道因果线将他诛杀 就在此时 许应一尺扫来 斩断道道因果 却是神婆算出维序的想法 让许应提前出手 维序无法格杀孤叶 又中了许应两尺 虽然没有将他斩杀 但是这件至尊法宝的威能 却屡次侵入他的体内 折损他的修为 许应却在挨打之中 修为节节攀升 让他心生不妙 小师弟有神算帮忙算起我 我心里恢复不到一场 倘若能恢复两成 赤手空拳 便可以打死小师弟 他目露凶光 突然舍弃许应 纵身而起 一个起落便落在 正在与大中拼命的 一个先军身旁 忠仪帝君带来的几位先军 正在围攻大中 与其说是围攻 不如说被大中困在道场中殴打 大中炼化人参道果 也修成一枚青色道果 算是半个伟大罗金仙 这道果是可以助帝君 天尊等人进入下一个境界 修成伟大罗金仙 炼旧道果的宝物 蕴藏的力量至大至伪 否则也不可能吸引长生帝来夺 只是大中不懂 如何祭练道果 这才久战不下 否则早就将那几个先军打杀 维续落在那人身边 面露凶色 抓住那先军张口一吸 便将那人的元神道场 气血法力通通吸出 向他口中涌去 只在短短片刻 那先军便化作一具 白骨骷髅死于非命 维续重重一握 将手中白骨捏得粉碎 目光扫向大中 他身形纵起 下一刻落在大中面前 突然仗天尺飞来 将他打翻一个跟头 徐英杀至跟前鹤道 忠爷 道果收一收 助我一臂之力 大中连忙将道果收入中内 飞临徐英头顶 终生一阵 便见中内道场垂下 化作一片光幕 将徐英照在其中 忠爷的道场 与我的大罗道场 几乎没什么差别 徐英一正 大中的这座道场中 也有大罗石井 只是大罗石井 并非真实 而是存想出的道像 即便是道像 威力也非腾小可 徐英将自己的 如意大罗天铺开 互助周身 两大道场加持 自觉坚固无比 但是下一刻 便被威力一掌洞穿 神婆的声音传来 先主 左退步 剑荡山河 徐英左退一步 手持仗天尺 施展剑荡山河 他这一招 是对着空处施展 然而下一刻 威力便出现在 这一招的笼罩之下 啪啪啪啪 威力连中四尺 打得头破血流 心中又惊又怒 猛然退后一步 退出徐英的道场 闪身来到 另一位先军身后 那先军正欲逃走 已经被他抓住 秦克坚便被吸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一具骨头渣 其他两位先军 原本还带与他联手 围攻徐英 见此情形 早就逃之夭夭 无影无踪 围取恶相胆边生 身行几个起落 忽然落在中夷帝军身后 中夷帝军毛骨悚然 这凶神连我都想吃 他已经将小天尊困在万中先阵之中 哪怕小天尊练就九转玄弓 也无法在这座先阵中坚持多久 很快便会被练死 但此时中夷帝军顾不得练死 小天尊突然向前跨出一步 钻入万中先阵中 小天尊趁机挥起天际 架在他脖子上 忠仪帝军连忙说道 小天尊 大家一伙的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围续一拳轰开万中大阵 探出双手向两人抓来 小天尊顾不得斩杀忠仪 立刻飞升而起 忠仪帝军也自飞起 两人却见天旋地转天地扭曲 两大高手竟然未能飞出半寸 反倒向围续的双手中跌去 围续面带宁笑 吃了你们两位 再加上刚才两位仙君 我便可以恢复一两成的修为 足以打杀小尸弟了 就在此时 举应的掌天尺攻来 漫天尺影化作山水 落在围续后心上 围续被打得磕血 脚下一个亮枪 刚刚练就的法力 被山水掌天尺打得有些溃散 举应喝道 诸位道友 诸位一臂之地 记起法宝 诛杀此料 他将山水掌天尺抛弃 此尺腾空 小天尊鼓荡一切法力 倾注在掌天尺中 许应身后营州中 蓬莱仙山二三百位仙人 也各自鼓荡法力 注入掌天尺 大黑狗抛开陈朝生 身躯一摇 化作万里巨兽 将自己一身掏天法力 倾入尺内 忠义帝君迟疑一下 猛地咬牙 也鼓荡自己的法力 倾注在掌天尺中 心想着 这老魔头吃我三大高手 我岂能容他 陈朝生迟疑一下 停下脚步 没有去追杀大黑狗 心想 老师让我救下的这个为序 作恶多端 此人不值得救 还是让他死在这里 那掌天尺 请客间遍布虚空 铺满天地 将为序困在其中 为序心头一突 糟了 第千灵七十六集 再打我一次 他杀人太多 不分敌我 导致众叛亲离 众人反倒何其力来对付他 以至于他陷入死局之中 神婆健壮松了口气 心想着 老神故意没有告诉先主 我需要去吃那两个先君 为的就是让他重判亲离 而今 老神的神算 有没有超过蓝素英 他想了想 摇了摇头 他见到蓝素英的神算后 知耻而涌 神算再有精进 只是自觉 比起蓝素英 还是要逊色一些 眼看山水 仗天尺 便要将为序打杀 突然九天之上 一条飘带落下 轻轻一荡 便将层层山水荡开 仿佛拨开云雾一般轻松 一股滔滔仙道 自上而下 镇压下来 众人各自闷哼 营州中的蓬莱群仙 各自被压迫的吐血 小天尊 忠义帝君身躯颤抖 摇紧牙关坚持 祖庭的天空 顷刻间遍布仙道污染 变得五颜六色 而山水丈天尺 形成的漫天山水途中 仙道污染 侵袭而入 那山水途中 无数植物风掌 挂满天空 扭曲无比 那飘带直奔 围续而来 便要将它救起 突然 天空中混乱的仙道汇聚 形成一个五彩斑斓的手掌 屈指一弹 那飘带仿佛被箭矢击中 向远处飞去 那五彩斑斓的手掌 向下抓去 扣住为许 向天外缩去 很快消失无踪 徐应抬头仰望 只见那五彩斑斓的手掌消散 飘带也不翼而飞 天空中只剩下仙界的裂痕 她的耳畔 神婆惊恐的声音传来 神主 我什么也没有算到 算不出来任何东西 徐应心中微臣 仙界有大人物出手了 神算算不到至尊 算不准至尊 至尊可以从一切因果之中 跳出来 以超然的高度 审视一切 但是仙界 好像出了两位至尊 徐应心中默默想着 刚才那条飘带 以及借我山水仗天尺 虚影所化的手掌 应该都是至尊级的存在出手 只是二者气象大为不同 刚才那一幕 飘带出手的一瞬间 便产生极为浓烈的仙道污染 若仙道污染如此之重 竟然将山水仗天尺 形成的漫天山水图 统统污化 变得无比诡异 但是后面出手就走为虚的那人 就没有造成仙道污染 这两人的仙道路数 似乎完全不同 他心中极为困惑 这时陈朝生走上前来 是才出手的人中 应该有我师尊 徐道友 此次师尊派我下界 为的就是搭救为序 我原本以为此人九父圣鸣 应该是豪杰之辈 没想到如此凶恶 徐道友见谅 在下奉命行事 并非有意与阁下作对 兄台客气 兄台怎么称呼 师称何人 陈朝生 家师高居九天之上的大罗天 人称罗胜人 徐道友若是有时间 一定要来大罗天一趟 家师见到阁下 肯定会很欢喜 一定一定 我对阁下的神通很有兴趣 陈道友 有没有兴趣较量较量 陈朝生微微一笑 家师吩咐 在外与人和善 不要动不动便与人交手 免得得罪人 懦夫 徐应说道 陈朝生额头轻轻乱跳 心中一股怒火 腾腾地往上窜 尽量压平心中的怒火 我不与计较 终于帝君 我们走 徐应在他背后说道 原来没种 陈朝生气得祖坟冒黑烟 停下脚步转身 徐应 不要以为你能与维旭过上两招 便小觑天下英雄 维旭一身修为实不存一 他不过是修为接近至尊境 连至尊神通都不会几招 而我师承大罗天上 自幼修习大罗神通 降服你轻而易举 我不信 终于 小天尊 天哥 你们不要出手 陈朝生 我不欺负你 我今日不用法宝 空手与你对决 他收起山水仗天尺 大黑狗小天尊和大忠急忙退开 陈朝生常常吸了口气 压下心中怒火 今日 你我公平对决 不伤何气 我站在这里不动 让你三招 徐映傲然 小天尊心头意图 连忙向大忠说道 忠叔 老师怎么如此拖大 这等强者 别说让三招 就算让先手 都是自寻死路 忠爷担忧 我也不知 难道帝君 又给阿应下了 先服诅咒了 他更加疑惑 关于封印诅咒 徐映甚至比帝君还要精通 就算帝君给他重新下封印诅咒 也难不倒他 那么徐映又为何做出这种蠢事来呢 陈朝生握紧拳头 还从未有人胆敢说让我三招 让你十招 陈朝生面色铁青冷笑 那么我就领教了 他一步跨出 顿时道场飞出漫天飞雪 寻常人的道场都是道链 或者道泽组成 修为更高的便是道术 而他不同 他的道场中有异象 飘荡着雪花 忽缓忽急 片片雪花经营剔透 真实无比 然而这些雪花是由仙道符文组成 充满了无穷细节 他的修为并不太高 只是先军境界 正是将道泽练为道链的境界 空中飘荡的一朵朵雪花 不同的雪花相连 便是一条条道链 等闲先军修成的道链 只不过一条两条 天资卓越的也只是六七条 但陈朝生的道链组成方式 有着无数种 他的身后 雪花组成冰树 在风雪中若隐若现 是才大黑狗 与他争锋 便没有占到半点便宜 反而束手束脚 被逼得屡屡后退 要知道 大黑狗练就玄弓九转 肉身强大无比 还是巅峰时期的太古一种 修为境界更是到了天军境 但陈朝生的神通道法 实在精妙绝伦 哪怕大黑狗也不能胜他分好 他跨步之间 许应便已经被召入他的道场 在这片道场之中 陈朝生便是仲先的王 大道的主 他并只向前刺取 满天飞雪随之而动 一片片雪花刺在许应身上 盗链中蕴藏的莫大威能爆发 轰的一声 雪花炸开 一片雪花便是一种仙道大神通 顷刻间便有数以千计的神通 轰在许应身上 二弟完了 大黑狗两只耳朵 遮住自己的眼睛 不敢去看 但是又掀起耳朵 向许应看去 第千灵七十七集 再打我一次 大黑狗与陈朝生交锋 甚至陈朝生的厉害和危险 此人修炼的功法极为神妙 仿佛直指大道 是他从未见过的高等功法 甚至给他的感觉 比九转玄功还要精妙几分 陈朝生的境界明明比他低很多 但却能将他的所有攻击都挡下来 甚至反击 其神通威力 大的不可思议 那无数雪花撞在许应身上 只听咔嚓咔嚓的断裂声传来 许应竟然真的没有还手 任由陈朝生的神通 落在自己的身上 大黑狗心想 二弟的肋骨最少断了五根 许应抬头 嘴角一斜 脸上却挂着笑容 你没吃饭吗 要不要再吃点 陈朝生这一击落在他身上 原本还收着点力 文言心中怒火 再难遏制 爆喝一声 身后冰天雪地中 倒树飞起 漫天银霜 唰的一声 向许应押来 请客间便将许应淹没 他动了真怒 动了煞心 心中只有干掉此人这个念头 漫天银霜中传来许应的惨叫声 奇力无比 陈朝生兴奋莫名 这次还打不死你 带到银霜散去 许应脸上挂着欢愉的笑容 身体却痛得颤抖 扭曲 陈朝生愕然 过了片刻 许应身躯不再颤抖 抬起头来 打人的力气都没有 你的本事是跟师娘学的吧 你找死 陈朝生招法尽出 第三招第四招 第五招第六招 他近乎疯狂 将罗圣人相传的 道天酒法施展出来 连稻树都被他记起 稻树枝条飞舞 根须缠绕 一招又一招 大神通狠狠地落在 徐应身上 只听徐应的惨呼声 不断 像是要断气了一般 甚至传来求饶声 哀求陈朝生 不要停 你就这点能耐吗 大点力 刚生完孩子都比你有力气 陈朝生怒火中烧 一口气将道天酒法施展出来 带道施展到第九室 小天尊紧张的声音传来 老师 第十一招了 他话音刚落 突然金光灿灿 一道金桥从天而降 忽然压在陈朝生的道场之上 徐应的大罗道场 铺开石井展现 道化绽放 陈朝生只觉道场运转有些制色 心中一惊 下一招便没有攻处 徐应舒展筋骨 只觉修为境界再有不小的进步 心中很是满意 询问 陈道友 你们进入无量火海时 是步行 还是乘船 陈朝生说 乘船 他说到这里 心头一凸 想起那个乘船渡海的年迈魔神 徐应目光落在他的脸上 那位渡海的魔神 是死在你手上 还是他人之手 不是死在我手上 但也与我有关 当时他载着我们渡海 我们让他在仙墓停船 他看出我们想进入仙墓 因此出手 他的实力很强 最后死在忠仪帝君手中 他与你是什么关系 忠仪帝君脸色微变 莫不作声 我坐过他的船 付过船潜 既然不是死在你的手中 那么我也不会为难你 你打我一顿 我也打你一顿 两不相欠 他气势陡然一变 大罗石井 镇压陈朝生道场 杀至陈朝生面前 陈朝生记起稻树 无数只条飞舞 向徐应扫去 但是下一刻 稻树无数只条破碎 徐应顶着他的稻树 他的神通 杀到他的面前 他的稻树 他的神通 尽管将徐应打得皮开肉绽 但徐应却像是 没有任何知觉一般 对他的招法神通 不躲不避 直接一拳轰来 轰的一声 徐应一拳轰在他的脸上 陈朝生后脑撞在稻树上 这稻树被撞得抖动不休 徐应收拳 陈朝生身体绵软软的倒下来 心中一片茫然 我的神通练得再几秒 又有什么用 他根本不多 徐应转身 向忠仪帝君走去 帝君 我让你识招 识招后 我取你性命 忠仪帝君面沉如水 徐应 那魔神 与你没有半点关系 他死则死矣 而我还是有用之身 我可以投靠你 投靠祖庭 你们祖庭 像我这样的天君 应该不多吧 你只有十招机会 要么你打死我 要么 我取你性命 忠仪帝君望向小天尊 小天尊迟疑一下 没有开口 忠仪帝君见状 目露凶光 突然催动所有的中气 徐应 当年你是许天尊 现在你可不是 你以为十招内 我杀不了你 他杀气森然 催动万中大阵 将徐应淹没 十招很快过去 徐应顶着万中大阵的威力 杀出仙阵 来到忠仪帝君身前 两人近身搏杀 短短三招 徐应便扭断了 忠仪帝君的脖子 将他元神轰出体外 割杀当场 徐应丢下忠仪尸体 收起九大仙王法宝 这九大仙王法宝 对他来说 快没有用处了 挨了这么多打 炼化了维续 陈朝生和忠仪帝君 打入他体内的 一种神通道法 他即将跨入飞升期 到了飞升期后 九大仙王法宝 对他用处便不大了 他走向啸天犬询问 天哥 你今后 有何打算 大黑狗迟疑了一下 我将回到仙墓中 继续为二郎真君 守护陵墓 天哥也可以将真君的墓陵 安葬在祖庭之中 去完成真君遗愿 守护祖庭 这样的话 也可以经常去扫墓 为真君上香 大黑狗犹豫片刻点了点头 天哥 我叫你狗子 你生不生气 大黑狗面色不善 当然生气 我是萧天犬 不是狗 狗子 只听万万两声 大黑狗冲上前去 与他打坐一团 过了片刻 徐映鼻青脸肿 心想着 以后不能再叫狗爷狗子了 再叫就伤情分了 我该找谁来打我一顿呢 我爹去哪了 他好久没打过我了吧 先停 维续落地 只见那色彩斑斓的大手消散 他私下看去 但见此地恭维深沉 高墙大院 到处都是危险的禁制 显然不是一般人的居所 维续 咱们好久不见了 一个沧桑的声音传来 维续转身 看到一个高大的老者走来 正是当今仙庭的主宰 先帝至尊 维续脸色微变 躬身说道 师兄 第千灵七十八集 第二只猴子 先帝至尊 目光落在维续身上 只见维续的身子微微发抖 显然难以压制心中的恐惧 师弟 你我好些年未曾见面了 先帝至尊 目光和闪 温和笑道 自从老师死后 你我之间便日渐疏远 我听闻你陷落在夏季后 也是心急如焚 很想救你出来 维续身子不再颤抖 抬起头来 师兄还是这么会说话 你如今贵为仙界大帝 想要救我出来 不是一句话的是吗 先帝至尊叹道 你不是先帝 不知道坐上这个宝座 便会有着许多彻肘 让你不能如意地施展报复 比如 维续听闻 你被旧时代的二郎真君 镇压在无量火海中 日夜受八卦炼丹炉的煎熬 便曾经亲自前往无量火海 维续脸上胸眉跳动声音嘶哑 你曾经去过无量火海 他有些心惊肉跳 自己这位师兄去无量火海干嘛 是去营救自己 还是去看看自己被镇压的结不结实 我进入了仙墓 寻到镇压你的所在 见到二郎真君留下的封印 以及正在熔炼你的炉魂 我虽然贵为先帝至尊 但是却不能随心所欲 所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你被镇压在那里 难道你没有被炼死的可能 我也就放心了 维续脸上挂着凶神恶煞之气 你看到我没有逃脱的可能 你别放心离去 先帝至尊摇头 我是你师兄 怎么这样对待你 只是在仙界 为兄不是一家独大 还有许多人影响着我 让我不能救你 你是我师弟 倘若我救出你 才是真正的害了你 他们担心你我师兄弟联手 必然不会容许你活着 你只有被镇压在无量火海的仙墓下 才有一线生机 维续冷笑 他这位师兄的话 他是一个字都不信 师兄 你当年便比我有出息 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 坐在先帝宝座上的人 竟然会是你 当年比你更有希望 坐上这个位子的人有很多 那时你也没有修成至尊镜 先帝至尊这个位置 怎么看也不会落在你的屁股上 我总是比别人多算一步 坐上这个位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的确 你的心思比其他人深沉 算的比其他人都多 但是你在神算上面用功太多 反而耽误了你的修为 所以老师才说你分析了 让你走回正途 我修成至尊镜 难道便不是正途 是否是正途 你比我更清楚 先帝至尊没有与他争辩 今日我们不说这个 说正事 你终于要对我下手了 我刚从小师弟手中逃脱 就要死在师兄手中 真是流年不利 报应不爽 大概是当年杀生太多 才有此报 小师弟 就是许英 难道他不是我师弟 许英当然不是你的师弟 唯师弟不要胡思乱想 唯绪兄梅皱在一起 先帝至尊让他不要胡思乱想 他偏偏要胡思乱想 许英修炼的路数与清玄一样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 先帝至尊见状面色一沉 似有意似无意地散发出一丝杀气 许英的事 你不要过来 唯绪心中凛然 知道他神机妙算 有些东西当真不能胡乱猜测 否则便会有杀身之祸 师兄 倘若救我的人是罗老怪 那么我还可以存活 但救我的人是师兄你 那么我断无活路 师兄 你我知根知底 我对你还能不了解吗 你了解的是过去的我 现在过去快六十万年了 如今的我与从前大不相同 九天之上的罗胜人等人 企图挟持你来对付我 我不能不防 所以你必须杀我 从前我被镇压 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你还可以容许我活着 但我脱困 你第一个就要我死 你害怕 你害怕九天之上那些人 从我身上得到你功法神通的秘密 我早已突破老师的桎梏 跳出藩梨 他们就算从你身上探知我的功法神通 那也只是假的功法神通 必会被我所破 我反而会因此欢喜 他言语之中有莫大的自信 那么你会怎么处置我 你我是师兄弟 我怎么会害你 你在我这里修炼 我会给你提供足够的动员 让你尽快恢复到巅峰状态 微絮眼睛一亮 先帝至尊背负双手 身躯挺立 眼睛变得明亮 颇为自负 将来 我还会为你讨回公道 祖庭 大黑狗为二郎真军牵坟 将真军的陵墓送到祖庭腹地的一处风水宝地安葬 这条啸天犬嚎啕大哭 在墓前徘徊数日 依旧不舍得离去 狗子 徐英唤道 大黑狗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向这位异地杀去 徐英边挡边逃 将它引出 远离二郎真军牵葬 我的修为又提升了一小节 徐英运转 乌露金身 心中很是欢喜 狗一下手够黑啊 大黑狗看在眼里 腾在心中 心想着 二弟为了让我走出悲伤 用心良苦 可恨我打他打得这么狠 徐英没有想那么多 向他和小天尊辞别 便立刻动身 前往妖族祖庭 七爷 你没有吃饭吗 打人力气都没有 做什么朗中令啊 扶桑古书上 传来徐英的嘲笑声 袁琪动怒 催动刚刚得来的道果 向徐英轰响 做完这些 心中不由一阵后悔 哎呀 阿英毕竟是兄弟啊 这 七爷 你这段时间没有长进啊 徐英的声音传来 袁琪的愧疚感 不翼而非 呼喝连连 徐小软 今日有你没我 他心中发狠 甚至想动用金刚拙 给徐英来一记狠的 但是随即想到 阿英毕竟是一父一母 一族一种 亲兄弟 这么想想 好像也没那么亲啊 他最终还是没有动用金刚拙 徐英领教完元妻 这段时间的成就后 又找到妖帝金不仪 亲爷 我想领教一下你的东皇平天爵 金不仪也得到他相赠的人身道果 已经炼化 文言摇头 阿英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永远不会 徐英很想激将他出手 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金不仪对他感情太纯粹 纯粹到徐英不忍心伤害的程度 妖祖会打我吧 他看了看扶桑古术 随即打消这个念头 扶桑古术支撑起妖族祖庭 这株古老无比的神术 便是整个妖庭的中流砥柱 笼罩四野 其力量实在是恐怖 徐英担心自己会被妖族一片叶子拍死 他辞别元妻和金不仪 样样离去 第千灵七十九集 第二只猴子 阿英似乎有些不对劲 元妻化作白白胖胖的少年 向金不仪说道 他激我 让我与他一较高下 他却不还手 还屡屡挨揍 这与我从前认识的那个许英不一样 从前他能把石头钻出水来威胁我 金不仪也十分诧异 难道是帝君 又给他下了什么厉害的诅咒 这时妖族的声音传来 陛下郎中令 无需烦忧 他只是修炼了悟空道人的炼体法门 无露金身 所以故意找打 提升修为 两人转身 妖族仙气飘飘向他们走来 所谓大圣 是圣皇境界的绝顶存在 打出妖族赫赫威名 方能称作大圣 悟空道人之所以是最后一位大圣 是因为他在妖族末世 战天斗地 打出了妖族的威风 他出世时比较晚 出世时 妖族已经没落 被人族窃取了江山 妖族的资源也被人族夺取 养不出一尊绝顶高手 悟空道人另辟蹊径 开辟出一门惊艳绝伦的功法 换作无露金身 他来到两人身边停下脚步 那时人族开发出动员 依靠动员中的先灵之气修炼 妖族没有动员 哪里能比得上人族啊 而无露金身 偏偏可以炼化体内一切异道 敌人的任何攻击 无论神通还是法宝 力量侵入体内 便会被无露金身炼化 金步仪和元旗惊讶无比 竟然还有这等神通 猴子没有背景 出身草根 就算他才情逆天 也努力万年 十万年 百万年 都未必能在妖族出人头地 更何况在人族先庭出头 但他开创这门无露金身后 四处找架打 对方千辛万苦 积攒的法力修为 经过无露金身的转变 便变成了他的修为 他越打越强 先打变妖族 再打变人族 又杀上人族先庭 大闹天宫 练就不灭金身 他的战斗经验之丰富 矿骨少有 他的厮杀法门 被尊为斗战圣法 就这样 他无需动冤 也不需要圣地 便从一个妖猴杀到圣皇井 成为巨变前的最后一尊大圣 金布宜和元祺听得热血沸腾 恨不得返回过去 亲眼见证悟空到人崛起的那一幕 妖族说 从他悟出五露金身 到他崛起成为大圣 不过只过去三五百年 你想这种修行速度 何其吓人 后来 他试图参悟太上道 被困在太上洞渊 为许应所救 便又杀上大罗天 多半是想借大罗天上的强者 恢复修为 现在 许应就是第二只猴子 许应为了快速提升修为 一定会走上猴子的老路 但是 如今的仙庭 不再是当年的人族仙庭了 好仓地很有气量 可以容忍那时的猴子 如今的仙庭能容忍许应吗 许应带着大宗离开妖族祖庭 心中暗暗盘算 他如今处在第三寇关期 这个寇关指的是玉京天关 炼气室修炼到这一步 开启天关 便可以奉天成运 感悟天道 为飞升渡劫做准备 第三寇关期 说简单也简单 推开玉京关 奉天成运 感悟天地大道 对天道有所了解 便可以进入下一境界 但是说难也难 有人一辈子都无法积累到 足够的修为推开玉京关 有人推开玉京关 却对天道一知半解 但这些对许应来说 都不是问题 他已经推开玉京天关 至于感悟天道 对他来说更是等闲 这个境界 他只要修为够了 随时可以突破 而且 只要跨入飞升期 他便可以直接杜劫飞升 成为仙人 对他来说 天心可控 天道可掌 杜劫飞升 只在一念之间 他已经为自己铺平了 飞升期境界 飞升只是水到渠成 我只要再找几个高手 挨一顿大的 便可以突破玉京 飞升成仙 许应不觉想起金河建军 和平南天军 这两位可以说是 祖庭明面上最强的存在 若是能被他们打一顿 多半便能进入飞升期 平南天军心狠手了 自己请他出手 他一定会全力以赴 乐意把许应变成一具尸体 但是金河建军 可能未必会与许应动手 动手也不会下杀招 不够狠的话 怎么能提升 他的无露金身的造诣呢 太清道人 祖神 紫卫后主 上清道人 虚皇 还有玉虚道人 他们也都有这个实力 助我突破 只是他们也未必愿意出手 苍天帝君 真武帝君等人 多半也是如此 这些都是朋友 即便出手 打得也不够狠 下手也不够黑 朋友不成 只好去寻敌人了 等一下 我怎么对海打这么几几啊 我被帝君的封印影响了吗 不对 帝君在封印之术上的造诣 还未必有我身后 他定了定神 思来想去 应该还是无露金身 对他的影响 这门功法 能够炼化体内一切一种道法 别人攻击许应 无论神通还是法宝 落在许应身上 威力都会被无露金身吸收炼化 滋润他的肉身原神 许应肉身中的造化之气 构成如意大罗天的先天之气 以及罗天石井的十种道妙 因为太高等 被无露金身炼化的速度 反而不如别人的神通法宝 落在他身上炼化的速度快 所以被人殴打 绝对是提升修为的最佳捷径 肉身也在不断变强 我修为提升之后 炼化先天之气 造化之气的速度更快 肉身和修为更强 像滚雪球般壮大 带到如意大罗天 完全炼入体内 斜金仙的问题 便不再是问题 许应想到这里 眼睛学亮 此次三界朝夕 仙界距离尘世越来越近 诸天万界也开始一个 接着一个合并 形成较大规模的世界 再与其他世界合并 这些合并后的世界 规模越来越大 每当世界合并之时 便会有隐秘的宝藏显现出来 尽管不如人参果树那般不凡 但也极为贵重 引来许多仙界高手的争夺 有这些下凡的高手 我别说非生 就算是人仙地仙天仙 只怕也能很快修成 许应目光闪动 没有记起第三天官 而是直接催发自己的 欲经天官境界 虚空中的一座门户生成 他走入门户之中 身形消失 门户随之而渐渐 淡去 我此去不能只是挨打 还要打人 挤战养战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择日飞升》 由头驼渊和 一大群配音小伙伴 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 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千零八十集 龙亭县世 龙星大世界 乃诸天万界中 规模最大的世界之一 因为这个世界多龙脉 山川江河中 多有神龙出没 因此 故称作龙星 龙星先后与 长平 道宁 燕忧 三个世界合并 规模更加庞大 原本这些世界中 隐藏的处处龙脉浮现出来 规模越来越宏大 每当此时 便有道道金光 透地而起 照耀天空 气势惊天动地 而天海也变得更为广袤 无银无几 海中多有龙蛇飞舞 早有仙界高手 观察到这一幕 纷纷赶到龙星世界 等待仙缘 先帝至尊 换来为序 龙星世界 将与元兽世界合并 合并时 天海中有龙亭出世 极为不凡 你带我弟子前去 收获机缘 你也可以趁此机会 恢复几成实力 为序如今 修为实力恢复了四五成 我是你师弟 你让我前去夺取机缘 怕不是要惹人不开心 龙亭出世 必定会引来不少人的规律 你尽管去 他们不开心 是他们的事 许我出手杀人 只要不滥杀无辜 维旭有些不太开心 你弟子何在 赵正 出来吧 先帝至尊话音刚落 维旭便见一个黑衣年轻人 从屏风后走出 相貌刚毅 容貌不俗 目光锐利 尖头挂着青红色的披风 让维旭惊讶的是 这个名叫赵正的年轻人 身后的空中居然挂着五月仙山 第一玄关水火丹顶等法宝 与许应身后的挂法宝的格局居然一样 只是赵正挂的法宝数量更多 从五月到玉京仙城 共有九套法宝 然而后面还有六仙之玉 道玉 道场 道树等法宝 这个赵正 居然从彩器到道树等十四个境界 用法宝模仿出来 挂在自己身后 形成外在的十四个境界 更让维旭惊讶的是 赵正头顶的天空中 居然还有六大机械形态的洞天 赵正的洞天 竟是由一个个精致无比的法宝构建而成 构思精巧 法宝时时刻刻运转 动彻虚空 从六大彼岸中汲取力量 此人将外力运用到极致 修为实力居然不弱 让维旭也嘖嘖称奇 赵正是我新书的弟子 很有想法 先帝之尊吩咐 他与龙亭有缘 你带着他前去 不但你能得到好处 收复修为境界 他也会大有收获 维旭称是 先帝之尊吩咐赵正 你带着方丈洞员前去龙亭 倘若你遇到故人 要给你换这个方丈洞员 你一定要狮子大开口 换几件好东西 祖龙赵正不解其意 但直到自己这位老师神机妙算 还是功身称事 取来方丈洞员 那方丈洞员只有八丈大小 洞员中是一座方丈大小的仙山 也隐隐约约的有仙灵之气溢出 顺着洞员的洞口流出 只是方丈洞员实在太小 产出的灵气少得可怜 为序失效 他从未见过这么小的洞员 赵正原本便是靠这个方丈洞员 一路从无人载走的天路走到仙节 他是近些年来 唯一一个凭借自己的本事度过天节 靠着强大的意志力 走完天路的仙人 到了仙节后 诸仙大受震动 浑然没想到还有人能渡劫成功 先帝欣赏赵正的意志和本事 于是收他为弟子 赐予他先军级的洞员修炼 赵正总算不用再守着方丈洞员 于是将此洞员收起 不过 先帝说方丈洞员可以换来大宝贝 着实出乎他的意料 谁会用宝贝换方丈仙山啊 祖龙赵正暗暗摇头 仙节边陲 天须之地 一尊身躯魁梧的巨人 家父而坐 正在勤修苦练 此人金躯雄壮 有一种野人的凶器 但却有一种儒雅不俗的气质 很是矛盾 他便是行远道 自称倪丸公主人 虽然渡劫飞升 但没有录影 是从天道世界偷渡到仙界的凶徒 到了仙界后 行远道作案累累 劫杀仙官 掠夺洞渊 曾在道海犯下血案 杀害看守道海的六位先王 夺取他们的洞渊 那六位先王死前 还被他言行逼供 套取功法 然后才被杀死 行远道 凶名远波已经登上通缉榜 是直追榜首的凶徒 倪丸公主人行远道正在修炼 忽然只听一个声音传来 行远道 你这样修炼 何年何月才能修到至高境界 倪丸公主人心头一跳 纵身而起 做出防备姿态 他是通缉榜上流明的人物 早已如惊弓之鸟 天虚极为危险 他躲藏在此 便是为了避开追兵 不曾想 还是被人寻到 不过 映入他眼帘的 却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道人 面带笑容 轻飘飘地走在危险遍布的天虚之中 如履平地 自己布置的那些封印尽致 宛如不存在一般 被他轻松跨过 倪丸公主人询问道 你是何人 行远道 你刚刚进入仙界时 无意中得到的那卷 倒转心惊 便是我放在你面前的 倪丸公主人行远道 脸色顿变 他在仙界没有人脉 没有资源 就是杀上仙界 到了仙界后便是匪类 便是逃犯 被仙庭追杀 他悍然反击 杀了不少仙人 但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他是收割元寿世界四万多年来的 韭菜客 钓鱼客 练就了六大洞天 其中一座洞天还是挪祖洞天 他的修为无比雄浑 超越仙王 但是这一路厮杀下来 他发现自己的实力比仙王 还是逊色许多 他痛定死痛 思虑良久 察觉到自己之所以实力跟不上修为 是因为五大洞天不是真正的挪祖洞天 再加上收割太多人 体内元气种类太多所致 就在这时 他无意中进入一个废弃的仙家洞府 在里边寻到一门叫做道转心经 这门道转心经晦色难懂 但是着实是厉害非凡 他参悟了数年 终于小有成就 那时 倪湾宫主人离开洞府 打算取一场大富贵 听闻田丑丑来到边荒 于是来寻田丑丑 因此遇到重同大帝和许静二人 田丑丑为他算命之后 他便奔袭道海 杀害镇守道海的先王 夺了一场富贵 道转心经也因此大劲 彻底炼化体内的一种元气 道基深厚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